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师释迦牟尼佛 信佛学法晋身 三宝万事明灯 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知恩报恩为先 利人便是利己 尽心尽力第一 不争你我多少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忙人时间最多 勤劳健康最好 为了广众福田 哪怕任怨任劳 不失的人有福 行善的人快乐 时时心有发喜 念念不离禅月 处处观音菩萨 圣圣阿弥陀佛 大家晚安 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 再继续看 说正确的佛法的教导的这个实相 也就是一切法 都是要借助因缘的一个假合合 所产生的这个法 让我们认知的相 而相的当体呢 它是没有一个主体叫横存不改变 所以我们说这个相啊 是叫做无相啊 因为它刹那刹那在变化 所以说我们对这样那个相的一个真实的去关照 我们才能够善用它来处理种种的这些的困顿 对吗 金凯这个范围对吗 对 所以这里就我们谈到说 我们上礼拜有谈到说 接引众生的时候 会因为因缘不同 就有不同的相 比如说时代的替换 还有每个地区的也是各种状况不同 包括你看这气候啊 就有所改变了 南半球北半球 乃至于这个几大洲之间 还有跟赤道 还有纬度高低什么都不一样 就是各个的因缘条件不同 所以呢 各个产生不同的相呢 所以我们人类为了生存 适应这个气候 乃至为了能够让生命能够持续 而种着谷物 各个地区所生产出来的这个种类 乃至于说它的数量什么 或是呢 比较优质或是比较中等 也都不一样哦 所以这不同的相 所以不同的业用还有效果 但是法的真实的道理或法则的实相 一定是什么 空极 没有一个法永远就固定都是存在 都有一个真实的处所 让你可以触摸到 可以掌控它 没有 所以才叫空极 因此这空极固呢 才怎么样 才叫做解脱 你没有被束缚固定在有一个处所 或有一个实际 一个可以被掌控住的 所以佛法讲的解脱是什么 是我们智慧一通达 通达做什么 通达每个法的实相 都是五相 因此呢 我们生命才能够处处呢 面对这样的改变的 这个生机蓬勃盎然呢 我们才能够给予怎么样 自己事实的调整 所以就不会背着各种的真实的像 而把你犯现出 而自己束缚了自己 所以法法呢 佛法的角度来看 一切法都解脱 不仅是解脱 而它是空极 而呈现法的那一刹那的圆的具足 当下那个法所产生的像 就是圆满的像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有什么欠缺 或是觉得这个是一般大众认知的 这叫恶法 那善法 哪怕是恶法 它要成就恶法 给你受这个果报的时候 它那个圆也不得欠缺 一欠缺 这个法就不存在了 那这个法的合合是假合合 那假合合的既然称为假 所以当下那个法也是怎么样 不断的不断的在变化当中 所以这样子的说 你变化 呈现那个法 当下那一刹那就叫圆满了 所以这一课的圆满 跟下一课变化的圆满 你就不要认为说 这个叫有个真实圆满存在 然后那个圆满就有种欠缺 都不是 所以你没有这么认知 怎么会被这个法被绑住呢 其实不是法绑我们 而是我们错误的认知 叫颠倒 也就是智慧没有用出来 就叫无名 所以因此常常愚痴 愚弄 还有痴心梦想 来认为有个实际 你认知的东西是可被把握的 所以这个叫颠倒了 既不颠倒 何处呢 没有一个法能够绑住你 所以法处处都是解脱 这就是我们智慧的这样一个效用功能 让我们处处能够自在 而且是真的幸福美满 这个生命跟世界就如此的运开 来让我们世界每个人就觉得生命真正有意义 有价值 那如此明白呢 说只是相不同 那相的不同 不会影响解脱的内涵跟实质 所以你不要说在佛陀注释的时代就有抗议 说佛陀这个小小的戒 我们可以不用守或等等 佛陀说这个舍不舍 而是观看你当时的因缘状况怎么样 哪怕是舍但也不能够变 那个什么背离的佛法的 这个里面真实的道理 所以这里果罗师傅说好 你说相的不同 但是不能够影响 法的解脱的内涵跟实质 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有的人呢 没有掌握住 那随着自己的贪嗔痴 然后让无名呢 跟着贪嗔痴去追逐 认为说这个也不好 那个也不要 那如此呢 就影响了我们心本来就是解脱 本来就圆满 本来就是极灭的 结果呢 这个心的 智慧明的作用 没有产生这样的效果 而就怎么样 就让我们呢 认为法呢 是要怎么样 要有一个真实被掌握住的 或是有一个真实的一个 不改变的一个主体 或一个真实的像 这个就已经远离了佛法真实的具足解脱的内涵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 那禅的解脱 不能变成一个真正的禅的解脱存在 你看哦 什么叫禅的解脱 如果你变相的说 就有一个真正叫做禅的解脱这个法存在 那就错了 这个就是什么 远离了法的本质的内涵是什么 解脱的 以及它的实质是什么 积灭的 那你说你现在变成这样 诶 果如师父说你不能变成说 有一个真正叫禅的解脱这个法存在 或者有一个实际的解脱像 那是完全背离的佛法 禅修变成了有神通 有分身 有光种种一切 通通这些都是脱离佛法的精神 为什么 这些神通分身光 你把它当做实际存在 那么就不是法的本时的真理的性质是什么 空极或叫极灭 那就越走越远 那你认为有这种情况 那你就被困住了 不解脱了 为什么 你认为你的罪业 或认为你的福报 是由这些什么 有神通的人赐给你的 或是有分身的 可以帮助你处理很多问题 那实际上是这样吗 你制作的业 有别人可以帮你承担这个果报吗 无法呀 所以佛陀为什么视线说 释迦祖要被灭祖的时候 佛陀只能这个悲悯的心 而挡在呢 这个流离王 三次发派这个大军 率领大军 要来压进释迦祖的时候 佛陀只是坐在 大军经过的马路上 而头顶大太阳 那样的静坐 而呢 三次退却了流离王 要呢 大军举禁了灭释迦族 而这三次的姻缘一过 佛陀也没办法了 因为神力不敌业力 为什么 个人制作的业 而英国领兰呢 是自己要去承受 所以你认为有个神通 认为有个分身 或有什么光是你消灾免难 认为它实际存在 那求助于外在的他力 而不回到生命 你本然是亲近的 本来是空急的 而却没有真实把开发 开发出的力量 才能够真正面对 自作自受的业 而不逃避 真实的呢 有法的实相 去承担它 才知道原来罪业 也是不可得 也是空急的 所以这个观念 一改正之后 你才能够坦然 全部接受自己造的业 而呢怎么样 由重转重转轻 乃至于重或重跟轻 你都能够全部接受它 而不是什么 一昧的去做远离 或一昧的怎么样 要去铲除或脱离 那都不是一个 究竟法的一个真性 或一个实相 一切实相真性 这个如幻的这个果报呢 你给你的苦乐等等一切 你都要勇敢的去承担它 承担的当下 这个业的果报 就已经圆满了 就不存在了 所以你承受了 该受的这些的仇报呢 而不由他人来替代 所以果罗师傅说 你不要认为什么神通啊 分身啊 或种种的佛光啊 或是怎么样可以 让你销山免耐 免耐快速的办法 我只要这个就好了 不晓得你本有这个功德 你智慧的功德 你慈悲去帮助众生 种种的这些的功德 才能够让我们自己 多生累劫 所造的这些罪业 才能够怎么样 真实的能够脱离 能够放下 为什么 你资良多了 你恶业的种子就慢一点 现行的影响你 那你善业的种子多一点的 就让你的信心越来越坚固 然后让你的力量跟勇气呢 就越来越强大呢 能够呢 承受这些果报 而不再埋怨 你埋怨的话 一样要受果报 那埋怨有什么后果 又造成新的 再来受苦的这个轮回 因为你种子种下去了 种子种了 他就有机会来现行影响你 所以我们一个智者 就要知道佛陀讲的因缘果报 而能够戒胜恐惧我们身口意的这个业因 三业的业因 不要常跟贪嗔痴慢疑勾结在一起 而要知道贪嗔痴慢疑也没有实际存在 为什么要贪嗔痴就有个我呀 我要贪啊 我要爱啊 我要呢 种种的一切满足我 不到的到位的时候就我撑啊 那种种这个就鱼吃我吃 乃是我的鱼 这个怀疑或者我的高傲的慢心等等 都围绕着有一个我 所以这个因为围绕着我 所以你就要配合他 那就产生了很多很多 制造生死轮回的这个业因 就是种子 那种有一天种子呢 透过成熟了 因为储存在第八阿类耶识 就具有什么 成熟能变这样一个果报 让你自己亲自去领受 亲自去受这个果报 没有办法有别人来帮你处理 所以你认为神通能够帮你什么呢 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 而且你多生累劫照做的这些的业力 你怎么会叫别人去帮你承担 你想这样公平吗 而且法法不相当 法法都解脱的 所以没有谁能够替你承担什么 我也要你自己自作自受 所以你就不要想说 我要靠神通或靠分身或什么 一些的光怪陆离的 这些神秘的这些的现象 你就是要这种贪心 这无死来的贪 就想快速能够得到什么 这都不是佛法 所以已经呢 已经叫做外道的法了 所以国庐师傅就跟我们讲 佛法呢 用什么样的形式 让众生契合到自己的真心实相 那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面向 以及要表达的方法都不一样 但是呢万变不如其变是什么 就不能够远离法的那个解脱的内涵跟实质 实质就是空极 那解脱呢 就没有认为有一个法真实的存在 所以呢种种的像 你知道像什么像的特征 它能产生什么功能 你都要明明白白 而明白之后你自然就不会在这个法呢 被捆绑住 也就是你自己不会捆绑自己了 那这里说 这样子只要呢 万变不离其变要怎么样 能让众生领悟佛法的实义 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 假合合的 这个叫做无相 那就是它当体的性质 就是空极 所以这个才是对的哦 所以万变不离其变 这个缘起所生法当体空 而因空极 才能够产生一切的万法 这叫色空不二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道理 这就是佛法的实义哦 那这样子的话呢 秉持着这个实义 让我们佛法的精神呢 一定能配合时代生命的跃动 来对这个时代呢 来生起教化的功能 那教化的功能不是水波逐流 或自甘堕落 或固步自封 不求进取 那不是佛法 佛法能够随顺因缘的变化 现在的年轻的孩子写火星文字 你就不能文周周的 或是像那以前的教师说 孔子说什么 这种种的这些的话 慢慢来慢慢讲了 这些年轻的孩子受不了你这种语速 也受不了你这样的音调 而要求什么 还有生动 有活泼的 甚至有什么 有这些这个声音啊 或有这个影像啊 或是这个影片呢 能够聚焦他们的感官 而来明白你所要表达你的内涵是什么 所以这就是什么 随着 世间的流转 那我们不会说固步自封 不求进取 或者认为这样才是叫做 一样一定这么做 都没有 要随顺 在这个世间的因缘的变化 我们要调整 这个法呢 展现出各种的 适合呢 不同族群的人 老年人 引法族的 年轻的小孩子 或是打拼过的壮年 他们对生命的领悟 如何用佛法来传递 这个当中的讯息 让他能够接受他目前的阶段 也知道有所欠缺如何去改变 那改变并不是说 有真实的一个人犯错 永远无法救赎 或有一个真实的福报 永远就存在 而可以享用不尽的 没有 一切法的真实的道理 就是什么 极灭 都是解脱 都是圆满 所以我们要从这方面 去做引导 然后引导呢 他们知道的道理 你要给他一个实际修行的方法 让他落实在生命的当中 表现在生活 才叫真实的什么 自在 才真实的切意 感受人生 处处何不自在 何不圆满呢 所以这里说 我们要让佛法 永远在这个世间 我们必须怎么样 随着世间的流转 用不同的方式 让众生 接触到真实的生命 那么我们现在 修禅的方式 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但在解脱 生命的内涵上 一定是要相同的 你看这前面讲过 我师父呢 这再一次又强调 不离生命的解脱 不离法的极灭 不离法的清净 也不离法 每个法都是圆满的 所以呢 祖祖 就历代诸祖大的 相传都是同一个内涵 而不会因时间地点 而有所差别 只要稍微有一点辨子 就不对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了 这叫那个 三十七菩提奋法的 第六大课 叫七觉知 第一个觉知 觉悟觉察的这一部分 就是什么 哲法觉知 哲法觉知 就要符应到 佛陀讲的三法印 诸情无常 每个变化当中 没有谁一个法 可被控制 所以才说 诸法无我 而这个无我呢 这个空的 这个每个法的性质 包括产生的这个 法的这个像 它的每个主体 或个体 或叫本体 也都是空极的 所以你看 一栋防射乌宇 包括高楼大厦 它原本存在吗 没有啊 就代表这个性质是空极的 是无啊 没有实际存在 但是这个是叫断面的吗 你可以从往地下的地下室 挖取 这么个防空洞 或者是停车场 慢慢又从一楼 二楼三楼这样盖上来 所以本来呢 没有这栋乌宇的存在 因为空性的展现 但它能够让空性里头 产生种种的这些的 法的呈现 所以在这个无色 里头就要借助很多的 砖瓦水泥砂 还有钢筋等等 或是现在说防震撼的是 这种清钢架的方式等等 跟具有这个防抗这个震的 这些新的建材呈现出来 你看那么多的因缘 那这个因缘的合合 都叫角合合 这个乌宇可永远都不改变吗 跟着地壳的变化 有的甚至在那个山坡间 建设的乌宇 它如果的地基打得不是很牢固 或是针对这整个斜坡的 这个地质的一个考察不够彻底 结果一滑坡 你看这一栋盖的 你认为很坚固的这个乌宇 也是怎么样 可一夕之间就全垮了 或者来一个大地震的这一切 所以你这个乌宇本来没有 因缘角合合呈现这个 你把它认为又真实的 存在这个法 不知道它是一个如幻的假有 结果呢 你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 你就痛不欲生 你说怎么会遇到这个事情 晚上好好的一家人 在休息当中 还在做梦当中 怎么呢 一下子就人天永隔了 你就无法接受这样一个突然的状况 所以这时候你就不了解法是解脱的 但是你自己哀伤很痛苦 就把自己捆得很紧 这一份的悲痛就经过长远的时间 才能够从生命的苦痛的阴影 才能走得出来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 让我们本来具足的这个决性 来去做觉察 那才知道照料 原来并不是真实不变的个法 永远都是可以让你什么样去touch到的 去存有他的 去握有他的一切都无法真实 是这样的一个真实存在 所以明白了以后呢 我们才会调整自己啊 调整自己以后呢 但是要掌控这里面佛法的精神内涵 才对哦 所以说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不管无常无我 你相应到的时候 你处处你的生命就能够愿意 也不是愿意 本来就是这样的清静解脱 所以呢 你面对这个变化的这个无相的这个假法呢 你不会去排斥他 你能够更珍惜 这个无常的这个假象啊 我这个身体就是假象啊 那我就好好利用他 能够对自己生命的证悟 能够更深邃 而深邃了以后 相应到无常无我 才能够发出以这样正确的态度 去帮助众生 然后让世间更加的美好 所以才叫涅槃啊 涅槃处处呢 都是极尽的 为什么 你碰到这些的考验 里面有很多的差别像 你不会认为他真实存在 所以你就调试了自己 而去什么 适应所有的千差万别的像 而你真实通达千差万别的像 都是如幻的假像 所以这时候你的心常保持着一种呢 平常安稳的去接受这些变化的无像 而不会说这个我要 那个我要去除 这个就有差别了 没有 因为你知道他都如幻的假像 所以你常常能够呢 去调整自己 而去适应所有的变化 而平等的接纳 你一般人认为的好坏 在你来讲 都是英文人像 所以你就没有一个好坏的对立 所以你才能要真平等 那真平等 你的心都是如此的安稳 就这是什么 常的心 平常稳定的心 去接受一切 而你能够这样子的话 你生命处处都是安乐的 因为你没有对立计较的时候 就没有好坏 所以这时候的心都非常的平稳 而且感觉生命的那一种呢 内在的一种很 很丰厚圆满的 那份的真实的一种热忱的 爱自己的生命 爱的家人 爱世间一切的人 包括环境 你都非常的珍惜 所以哪一刻不快乐的 都是很喜乐的 而如此呢 你就要面对呢 自己面对你不会的 这个工作的领域啊 学习的这些的东西啊 你也都知道说 嗯 没有个我在修 也没有真实的法 叫永远说你学不会的 所以这时候 你就能够呢 生起生命学习的那个动力 我们佛号叫做愿力 的时候呢 你处处没法一学 一通达 就没有一个任何的障碍 所以这叫做我 我就是什么 愚法自在 而全面的法 千差万别 这么多么多的法 宇宙万法这么多 你能够完全骗达 没有障碍 说你就是法王 法王就是佛老 所以那个我啊 才叫真我 才叫大自在 所以呢 每个法你都知道呢 都是因缘所生 当相就圆满了 所以给你认知到那个法 都不可思议 因为他不会再从来 有同样的这个 相给你了认知到 所以呢 法法都是清净 所以这时候 你就不会呢 反复认为说 一切都清净 你要去追逐他 然后小圣就知道说 没有真实的清净啦 他就都 臭惠不堪的 比如说 我们对这个身体的贪爱 对男女欲 饮食欲 说要去修这个不静观 等等 而真实的法 一切都清净 一切都是什么 喜乐的 一切都是呢 恒常的去面对 这些的考验 而你的心 没有波澜 没有波动 都愿意接受 这些的考验 种种的不同的项 所以你处处 都能够通道自在 叫做常乐我静 本来我们的生命 就这个四大的功德 所以谈到这里 我们就知道 原本我们自己的决性 产生这个观照 或绝照的 这个智慧的功能 我们常常没有启动 所以就迷惑了 迷惑了就造业了 造业就是轮回了 轮回就是痛苦了 那痛苦又不接受 又更多更多的痛苦 所以这里讲的这么多 就是说 不能够远离佛法里面 所讲的真实的内涵 就是什么 一切是缘其所生法 所以有种种的千山万别的像 但这个像是什么 无像 为什么 因为他的体是空极 那为什么体是空极 因一切 一切法的性质是 极灭空极 所以他有产生 各个不同法 有这个不同法的体 麦克风 麦克风体长这样 桌子桌子的体是这个样子 然后电脑是电脑的这样一个体 都不一样 但是不管 各种的体不同 它都是 缘起生气法的这个机制 所以要产生各别不同的像 跟各别不同的作用 都是这样 刹那刹那变化 所以这个叫不能够远离佛法的实相 就是无像 无像为什么 因为一些法的性质是极灭 或叫空极 因此 这样子的状况 不离佛法的真实的实相是无像 而他无像就因为 所有的体跟性质 主体跟性质都是极灭的 因此我们才能够 随着各个不同的因缘 你的时空包括人物种种的变化 你才能够智慧 适时的去调整到 恰恰能够融入到那个因缘里面 没有任何的什么冲突 那这个就是智慧 才让我们常乐我尽 一切都是极灭 才叫涅槃 这个极尽真实的安乐 那这里谈到 现在的禅法 许多是由居士传扬 而非出家人 那你修得很好的居士不少 那这些居士在修行中 具足了真实的智慧 然后再接引许多众生来学习 但他不会抹杀出家人的价值 为什么 你所证悟的内容 就没有你我的对立 法法都是无像的 那你认为还有一个 我叫在家居士的这个像 比出家人还高吗 因为我在红法 你出家人了 口不能说 然后像亚盲生 而有这样的对立 没有 因为他所证悟的 里面法的真实的内涵 跟精神 是法法 是无效 所以是平等的 才叫做解脱 才叫圆满 所以果如师父都举出 虽然你现在现今 看到很多是 在家居士 在弘扬佛法 那你就会认为说 这个在家居士 还接受鼎礼的 这个出家法师来听法 甚至也跟他问讯了等等 好像就是 这个出家人 比这个弘扬的 这个在家居士 矮了一截 那你就死在这个 这个像上 像是无像的 没有真实一个像 叫永远如此不变的 而且这个像 当下就刹那刹那在变化 所以这里就举出了 这些在家居士 很多人跟他学习 但他会不会抹上 出家人的价值 不会 这里就举出 南淮景的座下 有许多出家弟子 但他对出家人 仍然保持居士的礼节 而出家弟子对他 只需要问讯即可 不必行五体投地的大礼 还会为出家人安置住所 比如坐的位置 或休息的这个房间等等 南老师都能够安排的 合一的这样一个礼节 来让我们感受到 南老师的奋进 拿捏得很好 为什么 所修正的内涵 就是本质具足的智慧 他会认为说 我现在在弘扬 我的地位名声 就高你一等 那你必须要怎么样 对我来迎合 对我有所恭敬 或要求更多的一切一切 反而你所证悟的内涵 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什么 一种呢 很恭敬的 很敬重的 任何县的出家项的 都是叫僧宝 不会说你有沒有修正内涵 或你出家才多久 等等这些 没有 所以果如师父 我们师父就举出 以南怀敬老师 他在残阳佛法 这样一个因缘相的状况 让我们理解 所以什么叫做 法的真实的解脱 才叫 法的禅的修行 才叫做解脱 真实的解脱呢 就是你证悟的内涵 一切法都是元其所生法 所以法法平等 因此没有差别 叫法法清静 为什么平等 每个相都是无相 那为什么无相 都元其所生的假合合的相 你不要看说这个话 说来数据都讲一样 你体正的没有 那就要问自己了 那假禅定 为什么要说到这些 对啊 果如师父说 我为什么讲这些 因为大多数的人 参禅往往离开生命 实际的真心 真心是什么 一切法真的平等 真清静真圆满 这才叫你的真心 你的真心也是法 所以前面一开始就讲 法是什么 解脱的 法是什么 清静的 法是什么 圆满的 为什么 法是每一个法 当下的性质 都是极灭的 就叫空性 那既然是空性 每一个法真实永远不变 那你在计较哪一个 你说这个法 叫做不变 他当下就在变了 那变的每一个东西 你是抓住哪一点 说他叫不变 你说的那一点不变 他当下就在变 只是你弄不清楚 还误以为说 你所看 所听 所经验的 叫做最真切 其实都已经远离法的真相 所以国路师傅说 我们一般的问题 你要修行就已经远离 你实际的真心了 都已经用什么 忘心 忘心什么 有个实际的我 实际的现象 实际的法 被你掌握住 你可以控制它 所以呢 你远离了实际的真心 也就是远离你的清净心 为什么叫清净 知道一切法无相 无相你还在 有什么分别 然后来计较 有这么差别 没有 为什么叫清净心 一切法一切就是平等 为什么平等 缘其所生是假和和的相 每一个不是都是这样 麦克风也是 桌子也是 所有一切的三个大地都是 包括你有情世的 这个生命个体 也是如此 所以这叫清净心 那说清净心才叫真的心 而不是 这个认为一个实际法存在 这个就忘心了 就颠倒了 所以为什么要叫真心 叫清净心 你不颠倒就是真心 那真心是什么 一切法认清一切都无相 所以叫做真平等 没有任何的对立差别 而不仅是真心 清净心 还叫什么 那个心是圆满的 因为每一个法 当下成就的法 就不可再重来 所以当下的条件具足 才先行这个法 所以当下这个法就圆满 而且因为这样的 让它能和和 那一刹那让你认知到 就是叫不可思议 所以你不要认定 说不可思议 就是佛菩萨的神通境界 还有什么什么的功德 那怎么样 那叫不可思议 你现在能够坐在这里 用你的耳根 眼根 包括你的意根 去运作思维法意 当下能够认知到它 没有我在听 也没有那个法意 叫永远不变 这个声音 听过它就不见了 变无了 但是这个变无不见 但是已流露到你的心 心事的里头 而变成理解的一个种子 那你有说它真实不见吗 你看我现在闭上嘴巴 没有声音 声音就像一阵风 但是那一阵风 叫做断面虚无吗 那阵风你感受以后 觉得两手 两手那个角色的认知 就已经进入到 你的 中入到你的四田里头了 那四田里头的种子 以后有机会 碰到怎样的情境 它都现行说 我体验过 这个这样很舒服 所以这样的舒服 你明白它 但是你不会说 我下次还要这个风的舒服 那就不对了 舒服不舒服 你又不是死人 你当然知道 但是不要在态念说 我时时刻刻都要这样 如果没有这样 你就觉得 人生很惬意 很不好 问题在这里 这个风 跟你的生命什么观念 是你错误的认知 分别的这个我要的 我不要的 才衍生了 问后面的问题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分别 风吹来也很好 没有风来 我也觉得 没有操到哪里 一切都平等的 那你的生命 哪一处不切 以处尝试乐 哪有不乐呢 根本有没有乐不乐 有这个想法 或这个念头产生出来 所以说 你没有真实的修正 你碰到这些像 不知道是假像 你就认为说 好苦啊 很不甘心 所以为什么叫真心 叫清静心 这叫圆满的心 而这些的认知 叫做有智慧的心 不让自己苦来苦不完 所以说 为什么 清静心 就是代表智慧心 如果你离开了清静心 那也就代表离开了智慧的运用 而产生什么问题 灼在向上 取舍 刚才那个 那阵风吹得好舒服 或是那一 那个阳光 照在背上 多暖和 尤其在严冬的时候 寒冷的时候 你说好棒 好舒服 然后碰到 这个东北季风 或者是有什么 种种的状况 这个乌云满日 变遮入了这个阳光 然后甚至还下起的大雨 那你就想说 昨天好好的 还是阳光高照 晒在背后 背部多舒服 今天是这种天气 怎么会 你看 这个天气的变化 因缘和合的 脚和和 你也跟着被影响 那何必呢 我只是举出这个例子 我就听到很多人说 怎么倒霉 早上还好好的天气 怎么过没多久 清盆大雨 我也没带雨具 也没穿雨鞋 淋了一身湿 然后那个公车或汽车 开过去 也不要注意新人 见了我一身都污水 一天下来心情很不好 不好不打紧 你也看到那个也不顺心 遇到同事 也不会打个招呼 就说 好像人家欠你一千万一样 连甩都不甩 然后那个同事莫名其妙 我今天有没有招惹你 你干嘛这样的态度对我 你看 是不是都受影响了 或是你个学生 老师你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 你心里就想着 我哪里也讲得不对 我哪里也没有想到你们 我处处都在你们想 因为这个清静早就不在 哪里就在疑神疑鬼 然后就想着一大堆 都在这个假象里当做实相 实相里就老师被讲 你这个学生怎么这么不好教 你看 都在这边 虚受辛苦浪费生命 所以 国路师父教我们 我们就是没有实际的真心 去观照一切法的实相 然后欺骗了自己 然后还要去怪罪别人 你欺骗自己不打击 说我忍耐承受 没有 通通指向外面的人事物的问题 那你都是外面的问题 你因为是无我 你掌控不了说 你们都要听我的 我是你老妈 你从我肚子怀十月 你怎么快不听我 你说哪个肯听你 小时候乖乖的 到了叛逆期 你就一路追了 到了长大成人 翅膀硬了 谁要听你的话 说聪明一点吧 没有一个真实的说可以被你掌控 说佛法第二法意 诸法所有一切的现象 无我 不是你能够支配的才叫无我 不是没有这个我 你打我这个脸 当然痛 但是有没有真实这个我存在 你看这个整个都是 什么什么抬头纹 鱼尾纹 什么白头发 还有什么等一切 都在变化无常 所以你能够掌控说 我青春永住如十八岁的 那个妙邻女子 不可能 因为无我 你掌控不来的 你控制不住 他就是无常 一直在酸老病死 衰坏衰减 所以要认清 你认清了以后 哪一处不是涅槃 常乐我境 常乐我境 这个就是因为你认清 无常无我 就是极尽的 极灭的 所以连涅槃也不可得 叫涅槃极尽 本人生命就是这样 才叫什么 真心 才叫什么 清静心 才叫做智慧心 或叫菩提心 多好啊 我们就不去 往生命的好 去发掘它 去受用它 去欣赏它 去赞叹它 去应用它来帮助世界 我们偏偏什么 你走你的阳光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 然后永远没有个生命 叫平等的交集 就越看越不舒服 然后就怎么样 如果是这样 拙在相上 你只有让自己更加的辛苦 那更加的辛苦 你栽在里面就 莫可奈何 没有啊 古都师父教我 但也不可以 废除这些相的假相 因为这个假相很多人 是啊 我刚才说你打我 我会痛啊 我又不说不痛 你不是说是假相吗 那我多打你几下 好不好 你这个就流于狂慧 狂残 古都师父说 不可废相 在这个相当中 你知道它没有真实存在 但是这个相 能够会产生什么作用 你可要明白啊 你才能够去运用它 就像我自己跌倒了 我生命卡在哪里 我总要知道 问题在哪里啊 我要解除这个问题的 我才能够再站起来啊 那你会说 空啊 夹啊 不用理它 那你就永远贪在那里 那对吗 所以不要说 对不起你自己 首先就对不起父母 你让父母伤心流泪 痛苦不堪 导致还有白发送黑发人 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良心吗 当然就不可以了 所以这里就谈到 你不可废下 那就流于狂残狂慧了 它有一定的因缘跟奋进 这个假象 或叫无相 你缺少了这个奋进 没有遵守 自认为自己 潇洒 解脱自在 那都是骗人的 你没有真正的 证悟你的亲近心 或证悟你的真心 或是证悟这个智慧心 如果是 你绝对不会流于这个样子 就像男老师 你要真正有见悟 见性体悟的人 他就不会说 我是你老师 你出教你 给我顶礼 问你顶礼的这个人 是无我谁在受顶礼 请问 那顶礼那个出家人 叫真实存在 说他一顶礼 我名声就高涨了 我的教授的内涵 很多人都接受 很愿意跟我学习 我了不起吧 没有 他拿捏那个奋进 我们要以出家人的身保 来住持佛法 所以住持佛法 他就证悟到无我 所以没有说我男环 在家居士比你们高 所以他只说 只行问训 然后对出家人的 现出家相就是身保的 而也给有适当的一些安排 跟那个这个礼数 他一样一样都尊照得很好 这就是证悟自己的 亲近心真心 才有如此作为 所以你是择法决策去看 有一个很高傲 认为有个我 有个法 有个实际存在 那都不是真实的佛法 所以狗狗师父跟我们教导 是正确的佛法 里面的内涵 跟他的实质 所以这个内涵实质 又展现来说明什么 禅 是生命的活泼体现 你看哦 这句话看起来 每个字都明白 但真实你去运用它 哪是那么容易啊 不容易在于你的 颠倒没有放下 那颠倒在哪里 就分别有个我 跟你的对立 金刚经讲的我像 人像 就对干不完 然后你抓的这个我不放 那就死K的对方的人像 那死K之后呢 就很多的众生像 越想越不平衡 越想要越续 怎么报复他 那越想的报复他 就更久就受着像 卑异的这个辛苦的 无名的这个包袱啊 越来越久 越来越大 越来越重 法是解脱的 结果你怎么 变成什么 捆绑自己的 所以什么叫禅啊 就只是 法的实相 一切是清静 一切是解脱 一切是平等 一切是圆满的 所以这时候 禅你能够运用它 你生命在活活泼泼的体现 就真实的受用 相应到 对人的平等 对人的感恩 对人的喜乐 一切 展现出来啊 还有说我 跟你 或是爸爸跟儿女 或公婆跟婆媳 跟媳妇之间 或走女之间 是不是很多问题都这样子 认为有个真实 我跟你的对立 然后分别来以后 你就坚守你的堡垒 巩固的很强硬 真的就是制造痛苦 自己是制造痛苦的麻烦者 是自己 不是别人 是我施功施重 否则 顾明 你说得有多好啊 慈悲没有敌人啊 智慧不起烦恼啊 你用这两句 让你的生命 要能够自在 就尝尝对 我现在对自己慈悲了吗 我是不是心里头很坦荡 没有任何的这些 可以压得住 我觉得说 我喘不过气了 我烦得头好痛啊 我胸口好闷啊 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又是怎样 你就是对不起自己 我没有对自己慈悲啊 你智慧没有应用 说一切法 不是真实你想的那样 是无相的 它是假和和的相 那你为什么要那么计较那么多呢 而让你放不下呢 那如何对自己慈悲 一定要智慧 让你的清新心 产生智慧的运用功能 帮助自己啊 所以我施工说 智慧不起烦恼耶 那你真实的体验 把生命的 这种活活泼泼的 去真实的去受用它 那就叫禅 所以就说 禅是生活的活泼体现 这个体现怎么表现 它的活泼泼 而不死在那个像上 我不行啊 我就这样 你还要求我什么呢 我已经这么努力 你不是也看到了吗 那意思是什么 你为什么不肯定 当下的这个我 叫存在 叫做有努力的这个人 佛话讲说无我耶 你的变化都当下 大家的变化是无相耶 肯定哪一个是你 叫真实我 永远是这样呢 所以 缠了活泼的体现 就讲到这里 随着因缘果报 呈现不同的像 不同的作用 以及不同的功能 有这么多千差万别 但是 刚才讲说 万变不离其变 对不对 就万变不离清静心 什么意思 这些都无相的 你是善用他 善用他 你就善待他 那善待他 你就不会被他捆绑 而你自己就是解脱的 而且实际上的法 就是解脱的 由你自己去印证 你的心是解脱 而印证到 原来每个法都是解脱的 这时候再叫 万变不离清静心 不离清静心的意思 就不离性上 性上就是空性 来产生种种智慧 如实的观照 制造一些 这无相当中的 种种的这个像 产生特殊的功能 可要明白 怎么使用它 操作它 就像你拿了一台 智慧能的手机 以前不会用 对不对 以前手机 也至少 几年 大概七八年 还是几年 以前手机 以前很大的大哥 好大一支 好重 慢慢变得是比较小了 然后功能也增强了 然后现在变得越来越薄了 而且从可以通话的当中 又改变成有像电脑的功能 还可以收发信件 还有这个电话 还有简讯 本来就有 现在有什么 Line 还有大陆常用的WeChat 还有WhatsApp 在欧美的地区 还有这个脸书的FB 哇 这么多的功能 就随着这个里面的像 也就是我们的亲近性 或者叫智慧心 能够产生这么多功能 不同的像 为了是什么 让你生活上的便利 这个便利也借由它 来联络事项 处理事项 而不愿远隔 两大阳 大阳洲大西阳 隔那么远 看不到生疏 或事情没办法处理 或在交流什么的话 而借由这样的一个科技 让我们能够什么 简短 这个缩短距离 没有那么大的隔阂 那这就是什么 我们的亲近心 或叫智慧心 能够产生这么多的 法的这个妙作用 那这妙作用 能够出来以后 那碰到你是LKK的 固不自封的 不求进取 我不会啊 我能够打电话就好了 结果你在美国的孩子 想用给你一个视讯 老爸 我在这边 你的孙女孙子长得有多大 他现在学习状况怎么样 我现在在公司里头的工作 这个情况环境 我照给你看看怎么样 我不会用啊 你给我这个我不要啊 这就说 不要认为有一个说 我就只有这样 你认为一个实际的我 永远就是这样说 我只要用手机就好了 结果呢 你的孙子说 爷爷 我想跟你说句话 我想看到你 你都没有办法 所以你不要认为有个实际的 一个现象就不变的 你要随着 这个各个的因缘果报呈现不同了 有种种的变化 但你的亲近心 就能够硬这个万变 而你不变 不变的意思是什么 接受千差万别的像 但是你还是清清楚楚 他各自的像 各自的作用 而要怎么运用他 这叫不变 不变的意思是说 你不会说 这个是我喜欢的 我电话就好了嘛 我不喜欢学那么多干嘛 我又没用那么多 错误 不变的心就是 接受一切的变化 你是与时寂静的 我说的调整 你的适应 那就是你亲近心 或叫真心 或叫智慧心的功能 就这里讲的 万变不离亲近心 什么叫不离亲近心 让性上产生 种种智慧的功能 如实的观照 这感觉上 我用起来不顺手 但是我的孙子 教我阿公阿嬷 这里按哪里 都按几下等等 你会想说 阿公阿嬷的 那个手指灵活很慢 手指都那么粗 每次一按 那个东西就不见了 就像我 四里头 我的师兄 他们年纪比较 八十几岁 常常说 发誓发誓 他就失笑失笑 我的手机 那个东西 怎么又不见了 去哪里了 我常常看他 滑来滑去 我滑到哪里去了 我说不要急 你就看这个东西 也看清楚了 长什么样 对不对 按了他一下 他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 如果你要跟他有着回应 在暗下面有个写字的 哦 他说是这样 那这个东西 一回生 二回熟 三回就 应用更好 所以你要这个四色法 要怎么样 陪着他同事 共同来完成 让他心里有所安定 哦 我活到老 也可以学到老 而且还可以做得到 然后把他的字 就弄得很大 哦 我看那个字 好大一口 那个画面 只有一个人的对话 因为字太大了 让他看清楚啊 所以这个就是 每样的法的 因缘相的不同 你不要认为说 啊 我就是这样子的吗 你不要再怎么样 压榨我啦 我已经不行了啦 你是置地犯险 你不知道你的亲近性 可以产生什么 智慧如实的观照啊 放下有这个 我学不会 放下我老了 我什么都不想要了 哎 这叫不叫做 智慧如实的运用了 智慧的观照了 说讲到这个 就是要回到你的生命 去观看自己 是怎么状况啊 自己现在什么像啊 啊 啊 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让你提不起心力来呢 因为你认为 有一个我真是老了 我真是不行了 我不会了 或是停车 我不要了 哎 就是这样的问题哦 所以就举出呢 这个亲近性 智慧性 运用在哪个地方 你运用得上 清楚明白 又不分别他的好坏 然后也不去执着他 哎 你在掃地 在煮饭 或清理厕所 或重点 等等都是修行 对 是 因为都用你的亲近心 慈悲 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那尽心尽力 第一 才能够不争你我多少 没有我像 没有人像啊 啊 所以呢 情到健康最好 哪怕福田 哪怕任怨任劳 哎 你的意思就真实的去运作 在哪里 扫地做任何都是修行 为什么 客客念念相应 你亲近心 亲近的心就叫佛 所以你不离佛是不离你的自信佛或叫亲近心或叫智慧心 说五月二七二八就是念佛离 你念那个佛是什么 代表每个人本质具足的佛性 所以叫念念一个佛当下念念就是佛你当下就是佛 所以我的师父真实在讲你亲近心刻刻时时都相应到的那就叫佛了 所以六指大师为什么说直指人心当下见性成佛了当下就是佛了 所以不离佛才叫念佛不是什么嘴皮之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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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叫念佛 你念的佛是觉察到一切法都是真平等 是真亲近 所以你相应到这样子就是相应到自己的佛心 而这个佛心就相应到一切法确实都是平等 因为都是极灭就是空极 所以哪来的差别像 所以才叫无像 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这里说不离佛那才叫念佛才叫拜佛 如果落在自己的分别向上永远修不好 确实如此 我不一直一再举例吗 我说我跟师父出家了十年为什么还不开悟呢 那你就认为有个物境存在 认为有我在修 然后认为我在修里面有什么过程 我很精进很努力 不管荒废 该做什么事情都做好 这每个过程都当做实在的 而不是这一切都婉然有 这是假象 而实际上就是无像 他一直在刹那刹那灭到变后 最后就没有了 这个没有又不是你认为真实没有 又形成另外一个法里头一个要素之一 只是你智慧没有通达 他就认为说我就是这样的看到体验到没有问题 你认为有一个法存在就有问题 但是你不肯去什么 去相应他 不肯自己从实证当中就知道 佛所讲的法确实是无像的 每一个法的当体 主体都是空极的 因为一切法的性质就是极灭是空极的 所以才能够应变于各种的法的体 法的相的不同 还有法的作用 都有他的各自不同的这些的作用 能够呈现让我们去受用到 所以这里就回应到我们六祖大师说 外若着相内心极乱 有没有 就像我说我在上课看到你们下面 好像没有专心听 去找周公了 或是在做自己的事的滑手机 或看你自己的书等等 如果我着到这个相 这个弟子怎么会学生怎么会这样呢 如果我着到这个相 我跟你讲 我那个法意就有停滞了 而就不能够从心性当中 源源不断的流露出来 所以六祖大师说 外若着相内心极乱 但是永远是这样吗 因为法是极灭的 所以说外若离相 你说这个相是一个假相 一个因缘相 而真实也没有这个相存在无相 说你有事无睹 就当看到等于没有看到 意思是什么不受他影响 一切都是因缘的假相 因为他现在身心的状况如此 但他不是永远都是这样 他在刹那刹那的变化 只是你智慧没通达 然后再贴上标签 怎么这么懈怠啊 这么不认真啊 怎么对法这么不尊敬啊 对这个诗也没有一份的恭敬感恩的心 你就是对这个相 就产生很多众生相对不对 那是众生相 那你什么 内心就乱了 乱了就方寸就不对了 方寸不对什么 你们法医还有更深刻修行的内涵等你去体验受用 结果你没有办法把它敷衍出来 所以就主大师说 外若离相心急不乱 那这个你要去实证他 你当老师的当学生的当员工的当老板的 当一个领袖的当里面的一个官职的或是种种的一切 各个扮演里面的相 而你不被这个相给捆绑 你的内心都是保持平稳安静的 好那果的师父跟我们说 外面一着相内心就乱 因为没有用智慧观照诸法的实相是无相的 所以他没有造进这个实相的无相就是什么 五蕴皆空 五蕴可以指我们身心 就五蕴有什么 色蕴就是生理层面 精神层面有什么 受蕴想蕴行蕴事蕴 不晓得这个五蕴 一切都元其所生 当体空极了 所以叫要智慧去照见 你认为有实际的身体 哎呦我现在生病了 我跑不起来了 没办法做任何事了 然后你认为这个精神层面 或心理层面说这个受蕴 我现在好苦 你就不要来打扰我了吧 这个想蕴呢 很多事情就想路非非 往往是想的很复杂 但越来越严重 把自己吓死自己 就像癌症呢 不是给癌 这细胞给死 是自己下死的 或自己饿死等等 诸如此类的说法 有些人就陷入到这种状况 那行运呢 种种的这个千变万化的 哎呀你觉得呢 生命不保啊 你觉得要有什么 这个反而养老 你觉得不可靠啊 这个变化生命的一个变化当中 环境变化当中 儿女成长当中 你觉得怎么样 我要自己呢赚个上亿呢 你几年前还说三千万 通货膨胀 你说哎呦没有个一亿呢 作为那个养老金 哎呦就觉得呢 生命不安了 没有保障了 这叫行运了 在生命长的变化 环境的变化 通货膨胀的变化 所有一切变化 就像现在这个COVID-19一样 我最近有个佛佑说 法师我告诉你一个消息 我又中标了 很快他要赶快吃病毒药 他说现在转阴了 我说明天可以来上课 他说可以 好我很高兴 他也很高兴 这就一切再告诉 有个真实存在的嘛 好端端的 哎突然有什么变化 你就要接受他啦 不要说哎呀我已经一次了 就已经有什么 叫做什么 什么星星牌 就没有这个问题 一切在变化 没有你可以掌控 是无我的 而你的内心 面对这个法 没有好坏 而全能接受 什么叫全能接受 来了 病毒要吃了 好好的休息 养息 好好的跟家人隔离 遵守这个戴口罩 手部 肥皂 酒精好好的彻底消除 自己的衣服 什么一切消毒干净 这就是处理啦 那就是接受他啦 就是智慧心 就是清净心啦 而不是说 哎我已经中了一次 让我肺部有纤维化了 常常身体都很劳累 怎么又来第二次 怎么不甘心 好病啊 你不是封闭 你是群体的社会 而彼此有互动 就有这些的变化 所以要安然的接受他 所以这里说 你做任何事情 这个菩萨功能对应 都说 我该怎么样 就怎么样 说对 把佛特教的 果如师父教我们的 用在自己的生命 所以用我们的智慧 就是清净心去智慧 观照这一切 我已经 面对他 我就好好的去接受处理 所以 刻刻的相信到清净心 那就是呢 真实修行 所以真实的修行 你呢 外一着想就乱 如果你用智慧去观照 那知道说照见五蕴皆空 那你的心 就没有存在这个差别像 种种的这些像 叫做实际存在 那没有这样子 你就没有在忘心里面 就是你当下的真心 而忘心就在真心当下一念 相应到一切是什么 清净 是空极的 当下忘心极是真心 而真心当下一念 你起一个有一个什么 真实的我 真实的对方 那真心当下就是 忘心了 所以叫真忘不恶 所以碰到忘心 看到外面着像 你心就会乱 这时候有什么办法 就六主道士告诉我们说 我们内心不乱 内心不 对外不找离像的话 离开这个像 那我们内心就不乱 那如何能够对外离像 这里就讲 反文文字性 不要去看外面说 我要控制他 要他完全折服我 听命于我 对不起 因为无我 你掌控不了他 而且他也不受你掌控了 你说我有权势啊 我有钱财啊 我有权谋啊 我跟你讲 你所做的也是意识啊 也都是在那 步步什么阴险 步步呢 荆棘 步步的变化恐惧当中了 你没有一口安宁 还不如回到自己的生命 来观看自己的自信 就是清静心 就是空极 就是极灭 极灭的意思是 接受这些的变化 来改变调整自己 那用出适当的方法 来处理这一切的问题 那这才对啊 所以国陆师傅教我嘛 如果你没有反文文字性 没有做到回光反照 修行通通找在向上 那当下那个心就不清静了 所以我们就回到六主大师跟我们讲 心于外若离向 离向就不黏在外面 说都是外面的问题 反文回到自己的生命 或叫回光 把我们智慧的光怎么样 反照自己来看待这个问题 处理这个问题 就叫反文文字性 就叫回光反照 所以这时候呢 就谈到不论内跟外 通通是一样 如何做到不着相 一 记下来不离清静心 清静心就是什么 一切法是空极的 一切法是解脱的 一切法是平等 一切法是清静的 一切法是圆满的 那你知道 照那个法的真性是像这样 那你怎么去相应 就要十二 时时刻刻用智慧观照 所以当你要发佛的时候 当你不高兴的时候 当你埋怨的时候 就要怎么样 这个清静心 哪是 对这个东西给困住啊 然后你 让自己的心 不抓在向上 不被困住 要怎么起智慧观照 刚才我有这样 不舒服不快乐 不舒服 没有啊 是什么样的因缘 而引起你这样 一个身心的状态啊 所以这个东西 有没有原本实际存在 没有啊 所以智慧观照 就知道 哦 一切在变化当中 不是我想的那样 就真实不变的 所以我不要再 自欺欺人 所以 常常能够这样 不离智慧 当下就是不随向 也就是离向 那离向意思是 一切诸法 当下空极 而空极就是我们的清静心 所以我们心当然是清静的 因为 性上 空性上 其种种智慧的这个作用 那这个作用 就让自己 离苦 去年解伏 所以这就是智慧了 所以智慧跟心啊 清静两个是一体的 你听到到底没回到生命 去观察它 然后去应用它 来相应它 这文字 所表显的内涵 你还是怎么样 猛查查 搞不清楚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六处大师说 本性自禁自定 只为见尽 施尽即乱 若见诸尽 心不乱者 是真定也 所以六处大师告诉我们 说我们的本性 就是我们的清静心或真心 原本的性子是 本自清静 本自定静的 本自安定的 那什么这里先说明 什么叫真定 就是自定 就是 见这个静呢 是呢 诸心不乱者 所以这里在 国度赐负为我们说明 我们的自性 本自清静 本来是如如不动的 如如就是明白 如它的因缘形成的 如幻假象 你不会认为它是真实存在 所以你的心 叫做什么 不动就是不乱 就是不动 代表真定 为什么 一切法本质清静 包括 你的清静心 自性 就指我们的清静心 或叫做什么 五自性 五自性 就是空性 或叫极灭 但是呢 原本的法是这样的真相 这样的真性 但是你见到静 以及落在静上的分别的时候 当下我们的心就乱了 乱的意思是什么 见这个静 然后就去思 思索 思量这个静 那当下就着在向上 所以见这个静 每次你都 每个人都会看到 但是你没有后面的思静 去思维去分别 然后进一步的计较 那如此有思静的存在 那你就是着在向上 那如果我们见呢 或思 只是善分别而已 甚至我们说 我们去思维它 但是并不是你要找在向上 说有个好坏 有个是非 有个得失进退 高跟低等等的 这边的这样的一个分别 那没问题 所以果律师傅说 如果你在见静 或这个施静 不在向上去沾找 而是这叫做善分别 那就在做什么 观察因缘了 为什么这个法 会形成这样 它法的向为何形成 是什么原因呢 是什么条件呢 所以在观察因缘里头 说错误的时候 哦 原来这个圆 这个违缘 我们把它抽离 那当下的 这个让你着在那个 静上的一种分别心 因为违缘不具足 所以这个法的圆满 给你认知一下 当下就变化了 变化的时候 你对他的认知 执着的心 就慢慢越来越放下 什么要观察因缘 那时候呢 违缘不存在 这个法就变了 变了你就会颠覆你的认识 说它是不变的啊 就是这样啊 那个人就是这么坏啊 我就是这么受委屈啊 这时候你就不会坚持不放 因为你用智慧去观察这个因缘 里面的违缘一变 这个法的这个相貌 跟它的作用也就改变了 实际上 法当下的圆 都是刹那刹那面 但是没办法 你你着在上面离不开啊 所以不得以用智慧观照这个因缘 原来刚才我不高兴 是因为这个条件介入了 然后让它和和的 就让我那个不悦的心产生了 那产生了以后 你不要一直认为 把这个产生里面的情境扩大 而要反文文字性或回光返照 哦原来刚才是这样 刚才那一句话 你觉得是冲着你讲的 你马上就把那个我 就变得很大 为什么我的至尊 何容你来见他 所以这是我们在禅记当中 我们使用主是禅 就在第四天呢 要让大家用功 有一种做检验的 而去回光返照 所以呢带领的人用的话 比较毒辣 结果呢就引起 学员的对句话呢 他就马上对号入座 入座哪里 有个我 不容你这么方式来处理 他当下就说 你讲的法不相应 我必须要离开等等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你对于这个见境跟施境 不在法上去相应的时候 你不是善分别 而就怎么样 就会抓在这个境上 心就乱了 所以呢 所以教我们正确方式 要去观察因缘的不同 然后善于掌握因缘 而这样不能够执着 有个法可得可承可证 那么这样就是于第一意 第一意地就是什么 极灭或叫空性 或简单讲空 空的地就是一切法的真理 就是空极极灭 而第一意地不动 就前面讲如如不动 你的心就不会再生起什么 分别好坏是非高尽然一切的 而是见到一切法都是空性 所以你的心就没有起分别性 叫做不动 那么这样子 你的心渐进思维进 是相应到第一意地的时候 那叫做什么 善分别法相了 就不是在你错误的分别 哎呀我这么努力啊 你呢算得了什么呢 一般人不是讲说 一些长者说 我吃过的盐巴都比你吃饭的还要多 你在计较什么 有什么不平啊 等等等等 所以我们不要去认为说 有一个什么叫真实的 我跟你的对立 你这样子的话 永远没有办法 让你的慈悲的那一种 让别人感受满满的温暖跟感动 愿意来亲近你 来效仿你的身形口形异形 都是为世间的一种模范铠帅 让自己的生命 往处处为他人着想的 站个着眼点 落实去 确实帮助到别人 而不是以老卖老等等 真的 所以为什么一句话说 学到老活到老的意思是这样 太多的日心月异 科技发达 你很多不明白之处 你心中有恐惧 然后你用什么方式来表达 我不学啊 我不用学啊 我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够了 面对未知的领域 你就赶快竖起百起 有什么理由 我够了啦 我活得这么老了 已经知足了 这样就可以了 佛陀的修行告诉我们 你有很大的格局 你心不可思议的作用 你都还没有开发 现在科学说 人脑开发的区域 还很多很多 但是我们就怎么样 自地化线 顾不自封 不求进取 认为这样就好了 所以佛陀在法画经 才有个化成欲 哎呀 你认为你已经修得无学位 阿罗汉已经很棒了 就不用三界六道轮回 但你想想看 你以前在三界六道轮回 谁在帮助你啊 就是有一个 一号修行人叫菩萨 他就是上求菩提说 人人都有一个大菩提心 无上菩提心 等着你去开发 证悟他 就他带领我们 你也才能够修行走向解脱道 说我现在真实做到 不要再生死轮回 谁帮助你 那你受账的法恩 怎么不会说 我也要去帮助人呢 认为说我够了 好了不用再走了 你不用劝我了 我就是这样 但是不管他说就是这样 但一切法就是什么 自信就是空极的 就是无自信的 哪怕大阿罗汉所震的偏在涅槃 也是空极 佛陀就有办法 让他从解脱的三昧的 这样一个寿命叫醉酒 总有清醒一天 所以说你不能够停留这个化成 这是变化出来成 那个一个城镇 是让你暂时休息 你已经睡好了 吃饱了喝足了 起不着 不要停留在原地 这时候他还真的对啊 哪有真实我的一个 这个修行季节就到了 就已经够了呢 就佛陀的这样一个智慧 跟种种的慈悲的 代表的善巧方法 引导这个解脱道的 这个二圣的阿罗汉或披治佛果 继续开步走 往生命的无上菩提 往成佛的格局 而来做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而利益众生当下就成就 每个人的佛过净土 让众生跟你继续修正 都也要成佛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是怎么样 不会停留在某一个阶段 叫做真实存在 包括我们自己的佛心 就是佛陀所讲所教的 你要完全百分之一百的接受 那相信他呢 叫起而行 而来真正让自己的佛心呢 放光动地 放光动地的意思是什么 你不再封闭他了 常常有光现出来了 常常会震动你的无明 说哎呀我这样就够了 有个真实的法呀 我没有办法改变啊 怎么样啊 就动地了 就震动 一切法都是怎么样 在无常迅速变化当下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有真实 唯无明存在 要可怕的烦恼 没有办法去去除啊 真实的障碍把我卡住了 通通都是无相 所以这时候你才叫做什么 善分别法相 那分别呢 你不要认为说有个真实的相 所以你才说 哦无明也是一个假相啊 而且真实是无味 我怎么把他说 我都好愚痴哦 哦我没有智慧啊 没有福报啊 什么都没有啊 不是这样 你不会这样酸葡萄 你愿意把酸葡萄吃进去 变成甜的 然后再吐出来 为什么 没有甜的真实存在啊 第一意不动啊 这都是善巧方便 让你不停留在上面 你以为就 哦就是真的 我把酸葡萄吃进去了 那之后真的很甜 那很甜 就觉得真的是实在不肯吐出来 吐出去 没有一法可得 皆空极 这才叫于第一地而不动 所以这里进一步 古罗师傅在演绎说 什么叫见镜而不施镜呢 说那个叫什么 植物人 叫木头人 看到镜 不知道说他是男的是女的 是外国人还是黄总人 黄总呢还有说 他是韩国人日本人 还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人 你不会说我通通不知道 那师傅说那你就是木头人啊 活的一个死人啊 你见了镜 竟然不知道那是什么境界 奇也怪哉了 所以说 这里说连孔子说这样的人 见镜不施镜 不知道是面对什么 处理什么 完全不知道 那就叫相怨或叫阿Q 所以有些人呢 学佛呢 变成了什么 是非善恶好坏不分 应该能说一切都空啊 一切都是假象啊 是这样吗 所以这里有谈到 闻一言 棒佛因身如三百毛刺心啊 如果看到有人毁棒 毁棒三宝 或做一些人神共分的事情 都如如不动 这样是错的哦 因为你没有把你的菩提心 就觉悟去做思维 什么事情是伤害世间的 包括有情众生 包括无情世间的破坏 你可要清楚啊 叫善观因缘啊 善分别法相 但是没有一个 就法真实存在的好跟坏 才叫第一意 不动啊 所以古独师父教过 能施镜也要知镜 但是要怎么样 重点这个 不着相 为什么一切无相 你找哪个相啊 找那个无 就找着虚空 我打你 我揍你 我恨你 虚空说你打得到我吗 其实也没有虚空回应你 就打得到我吗 然后能怎样 没有啊 你就是在欺骗自己啊 所以我出了一口气 我对虚空出钱了 我对虚空唾骂了 虚空如如不动啊 是不争不减 不够不净 不来不去的 所以这里说 能施镜也要知镜 知什么镜 一切法是无相 是空极 那么 就是不着相 你没做到说 它是空极极灭 那你就要把法医说 对啊 我为什么坐在上面 让自己不自在 然后甚至很痛苦 甚至每天过得 如坐针针很难熬啊 这时候你见尽失尽 就要知镜说 一切法是因缘角合合的 那这样子 你就不会找在上面了 智慧引导你说不对 你不要伤害你自己 每天活得很痛苦 活得很不自在 你每天是快乐的 每天是舒服的 清爽的 欢欢喜喜的过每一分每一秒 诶 这时候你说 佛陀教我们一切是因缘在变化 生的法 没有真实存在法 生的那个法 又刹那刹那在变化 我干嘛要卡在这里呢 那就是什么 知镜了以后 就智慧引导一切因缘所生法 是假合合 是无相的 这么 你就不找相了 倘若你见到知道 还见到静还不知道静的是无相 那你要说我不能钻找啊 因为金刚经佛陀在金刚经告诉我们 凡所有相都是什么虚妄的相啊 那你用这样子也是什么 在引导你知镜 然后让你做到什么 不着镜 那有什么好处 身心宽松安然舒适 该吃吃 该睡睡 该起该坐 叫什么 欢欢喜喜承担 因为没有我在承担 有没有那个是怎么样的可怕 或怎么样的好 要你追逐 可怕要怎么去除 通通不是 那这个不是怎么表现 像静子反照 好像这个静子无心 那无心就是什么 没有这个心的作用 而是没有 这个我要白雪公主 我得照你一下 哎呀那是害你的巫婆 你的继母呢 我把她甩掉 无心 就是没有好坏 是非的对立的差别心 才叫无心 说与静子反照一切 是一切万物皆尽 清清楚楚 没有做任何的简 则分别好坏 所以就好像 静子好像无心 无心就是代表 刚才我讲的 这个这里就简单的说明 不着像 不着任何的差别的像 有好坏有是非对错 所以我们说 一切法都是在我们宣说 真实的法是什么 无生法 就是无像 就是极灭 所以说我们的心要像镜子一样 了了清楚 像的长短 圆扁的都要清楚啊 所以你见尽施尽 没有错误 而是什么 活着有知觉的人 见尽了 一定要知尽 但知尽你知道这一切是什么 无像 你就不会在好坏是非的取舍了 就没有这样错误的分别心 就不叫颠倒了 所以说一定这个打坐啊 参才一定要正知正见正念 所以正知正念也是怎么样 你的诗境里头啊 而让你能够保持正知 说我看到他 不能说我眼睛没看到 耳朵把呜起不要听到 而是要知道静 你面对因缘的和和 是个假和和 呈现的像没有真实 叫做无像 所以这时候叫做正知哦 智慧就是正知 他是无像哦 那无像的以后你明白 你每一个念都相应到无像 所以说呢 这个无像呢 虽然是无 但是他的假象的这个作用啊 还有他的像的特征 我可要怎么样 怎么去应用它 你才不会说怎么呢 明明前面有一个坑 你看到了 这叫正知哦 那正知什么 你掉进去有生命的危险哦 那这时候的正知说 你不用害怕他 因为你知道怎么处理他 就小心谨慎 步步为捋 能够绕过那个坑洞 然后安全到达你要的目的地 不管要去做什么 这时候呢 你每个正念就在相应说 诶 这时候该怎么去处理他 怎么面对他不逃避 自然而然 你就能够远离那个危险 远离那个险境 所以这个 这时候的正念 就相应到我们的政治 就智慧 知道一切法的 因缘和合的假象 他是假象的 所以你要知道 怎么去应用他 怎么去处理他 而才不会怎么样 险逆在里面 险逆里面 就把它当做石油 说哎呀这个坑洞 我没办法过去 我就死在这里了 就怎么办了 没有 心静下来 而智慧就产生说 这是什么因缘 这个坑洞怎么样 我怎么帮助自己 脱离这个险境 所以这个时候的正念 就知道在怎么处理 这个方式上 而去 一一去进行 而不是掉入在一个 真实的我要死了 然后我很多事情没有做完 然后我怎么办等等 那我就不要正念 所以正念就相应到政治 正知就是一切法的 因缘和合的假和合 而产生明白以后 才怎么去运用他 善用他 而来让我们 就是什么 见了这个境 施这个境就是智慧在用 怎么处理他 而让我们每一个念 都相应到这个政治里面 去处理这些事项的 种种的千差万别 而能够明明白白 就处理得好 所以正知跟正念都有关系 不管正知或正念 都是相应到诸法的实相 但是想到诸法实相 你就说实相是什么 那你这个无相 为什么叫无相 怎么用它呢 我就刚才举一个例子 就要你见到这个境 要思维他 思维的作用 相应到实相一切法 是因缘假和合 这时候就 这么继续思维他的施境 就叫做正知 那正知你知道以后 你可要落实下去 就正念 正念说 按照正知 观照他一切的因缘条件怎么样 我怎么面对他 处理他 才能够让自己能够放下他 放下他就不被他威胁 生命就能够安然的度过 这些障碍或烦恼 你正念正念就说 对没有一个我 就真是会这个 砍过不去的 或者真是有这个祸害 永远把我困住 这时候呢 你正念相应到正知 那自然而然就保证 你能够脱离这个危险之境 不然你正知要做什么 那为什么保持正念都相应到 政治是诸法实相空极的 是无相的 就让你处处能够什么 自在啊 活得有寿命要干嘛 来利益世间啊 那展现你的佛心 可以开展出这么多的功能 而帮助到世间 不管哪个微小的事情 你都不脱离 都说我可以 我来做我来帮忙 哪怕是关个电灯 哪怕是关个门 都是欢喜的 举手之劳 没有个我在做 所以这个正知正念 说参禅打坐 一定正知正念 正知一切法 当下我在打坐 我在参禅 但是你不要认为说 有一个我 真实的在打坐参禅 如果有个真实我 你就会掌控说 我每一刻每一秒 腿都不痛 心都不烦 也不乱 然后也不会去昏沉 或瞌睡 这个我就是这样的意义 定义啊 但有可能吗 你腿是娘生的呢 是吃五骨的呢 筋骨会有些变化呢 紧的时候 你腿盘起来是更紧 除非你做一段时间以后 让它气肌循环 让你的循环的时候 通晒的地方打通了 也让你的筋骨的 什么有血液营养的 氧气的这个输送 让它得到 适当的一种修复的时候 它腿筋才会散 那经过一段时间的 至少你一天下来 才慢慢会 通了这些气肌的 预塞之处啊 所以你有可能说 我在打坐啊 认为一个真实的我啊 所以你就认为 真实的我就是 我腿痛啊 我心烦意乱啊 这时候就不是叫做打坐 前面还记得 六祖大师跟我们讲 什么叫做吗 就内心不乱叫做啦 或是我也看到这些 境界的像啊 不迷失在上面 就是禅啊 智慧的这个作用 就是禅去观照 一切都是无相的 就这一路衍生下来 所以这果如师傅说 你打坐参财 为什么一定要正知正念啊 而正知正念的作用 这是我们本来的决性啊 这叫正觉 这佛陀又叫什么 正等正觉 正觉一切法 确实平等 因为空极固 那因为空极固 一切法才叫法法 没差别才叫平等 意思叫正等 如何正等 因为正觉 一切都元其所生法 没有真实的法 叫真实存在 所以正觉故 所以正觉故 一切法正等 真平等啊 真清静啊 真圆满啊 所以打坐参禅 一定要正知 知什么佛陀佳 一切法元其所生 假和和 当体空 所以的像是无像 正知 正知见哦 眼睛引导你修行 才不会走错路哦 那走错路的情况怎么样 回头就好 不要再 懊悔 或怎么样的一个状况 都不需要 已经过去不可得了 活在当下说 现在知道走错路 回到正路来就好了 那问题你正知要贯彻的 到你每个起心动念正念啊 不过你现在知道了 一下子 心要善善善说 嗯 这样不对 不是这样方式 我要怎么去精进 我要怎么用功 这个烦恼才能够排除 对不起 远离正知了 所以你正知要贯穿到 你每个起心动念 在每个起心动念 展现出的身形口形意形 都要相应到政治 政治就代表诸法的实效 一切法空极 是无效 所以正知就是 时时刻刻知道身心转变 那正念就 法时时刻刻相应到心灵 你看我师父这样解释 我刚才解释 跟他是一样的 所以这就属于五庭心观 即是念处的修法 而不是什么 祖师顿禅的说法 你看哦 一样是佛的教法 但一个是什么 祖师的顿禅 一个是呢 如来禅的次第禅的修法 时时刻刻知道身心的转变 而正念的实施 法时时相应到你的心理 就是你的正知 就起心动念 就是贯彻到底一切法的实相 所以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法 还有一个你 你的智慧 你的念头去相应 那实际上 顿禅是本质原成的 当下即是了 你还不用去起一个说 我要正知他 我要去正念相应 如果是这样子的 一步做 面对烦恼 去除烦恼 相应到你的朋友的智慧 一步一步的做 这叫次第禅法 祖师禅法是顿禅 就不一样的 那这里的次第修法 比如说三十七菩提奋法 或三十七道品 那里面的第四颗 第一个是 第一颗就是正念 四念处 然后四正段 四如意足 然后才是五根五粒 所以第一个就是四念处 三十七菩提奋法 这个小圣的解脱 那天我师父叫我 佛陀教的法 不管四念处 或者小圣的种种五庭新观 你不停滞在说 当下有这个法 停滞在这个次第的禅修法 而知道当下这个法 就是呢 所呈现的法 就是法的事项 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的 所以你没有停滞在任何 有一个法的成绩上面 会有一个法实际的存在 当下 四季禅修法 就相应到大圣的法 而大圣的法里头 就主师禅的顿法 那主师禅的顿法 跟如来禅 为什么有所不同呢 而是什么 一切法 佛陀如来禅也告诉我们 当下一切法 法法具足 都是清净圆满的 就是当下的不圆满的 即是圆满 就是说生死即解脱 烦恼即菩提 这两个法没有对立 这叫大圣法 就是如来禅 而主师禅为什么顿法 而是每一个法 本自具足 六祖大师说的 本自清净 本自不动摇 本无来去 而且何其自信 能生一切万法 这就是 讲到法的顿成 顿成 什么意思 一切 原本具足 没有任何的 是由外在来添加 而有什么生灭法 而生灭法 当下就不生不灭 就是一切法 当自空极 一切清净圆满 所以这里讲的 你用小圣的 这一个刺激的修法 还没到大圣的如来禅的时候 而如来禅的修法 也是说是什么 一切当下具足 但是 祖师禅法 从自己的心性 证悟当中 所流淡出来的这些证悟 而来观看世界一切 五义法不圆满 五义法不清净 真实的法法平等 那就是顿禅 就是顿门 都是佛所讲的 如来禅 大圣的法 当下具足 没错 但是祖师禅 当然是自己证悟 所流露出来 不依旁 这是佛讲的 祖师讲的 是真实相应到佛所讲的 祖师所证的 而你证的 跟他们的境界 限量是一致的 所以 你就丢开这些语言文字 而活脱脱从你的生命的 心性证悟的量 就这个标准 法的这个标准 就是一切空极 一切圆满 一切清净 而用你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 这叫顿门 或叫顿禅 就叫祖师禅法 所以我们来看 果罗师傅又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 这个祖师的顿禅 什么叫吃地禅的修法 这里再告诉我们 时时刻刻 要正念 就是观察心法 没有相应 有没有 以这个法来对治我的身心 这个就是 那个试念处里头 我们先讲的政治正念 刚才一直强调 对不对 那如果你停留下 有一个法要对治 有一个智慧的成就 那就到见智禅修的法 就不是大圣法 以大圣法就如来禅 跟祖师禅 就不是大圣的禅法了 所以这里师父说 你时时刻刻要提起的正念 就是要借由智慧的观察说 心跟法有没有相应 什么叫心跟法的相应 心跟法不是对立的 你比如说 你用熟悉法 我有话头禅 或叫莫照禅 你使用的方法跟你的心 已经融合一片的就是定力 呈现的时候 就不会说 我现在熟悉还有数字1 每一口气吐出去还有2 你心里很清清楚楚 对我有这个数字 远离跑掉了 我又从头1开始数 所以刚开始这些数字 是不是都很清楚 那清楚的当下 你还有知道妄念也陷起来 你也知道妄念 你不理会妄念 当你用公道 这个数字清清楚楚了 心也越来越沉浸了 那也越来越细了 心也越来越细了 细的意思是什么 粗糙的妄念 雜想不存在了 但是还有微细的妄念存在 这时候是什么 你的数字还在 当你用公道 心更细 心更定的时候 数字自然不见 不是你昏沉 或跑出错了 没有 心清清楚楚 但数字不再呈现 因为你心越来越细 还有数字的呈现 心觉得它怎么样 有干扰 自动 心达到清楚作用 数字自动不见了 你的心就不会在数字上去观察它了 这时候叫做什么 心跟法融合在一块 这就所谓的相应 也就是你的定力有呈现了 所以定力的根本禅定的出禅 至少有五个功德之 才叫做心跟法真的相应融成一片 你觉观 你知道你现在的数字清楚 观了知道 心越细的时候 这个数字自然就不存现了 然后你心越细的 对身体的贪念越来越少了 所以没有包袱那么多说 腿好痛 腰好痠 这些都不会 因为透过你一段时间 心不被身体绑住 只有专注在这个鼠息法 或你的产修方法上的时候 心的安定带动身体的这个契机 在各个分泌系统里头 运行的非常好 运行的非常好的时候 它就帮助你的心也叫安定 是相辅相成 然后相辅相成就产生什么 根本禅定出传的第三支 叫喜之乐之 喜之就是你感受 真的不再被腿痛 带着团团转那么辛苦 也不会带着更进步的乐 这个妄想杂念这么多 一直沉淀 就像明凡 就是产修方法 就像明凡 让妄念念头那么多 一直沉淀沉淀 沉淀到的心是什么 清澈明白 说这时候妄念越来越少 叫清澈明白 所以这个喜之 粗的身心的觉受 然后更细的 连数字都不见了 就叫乐 然后呢 连这个心熟悉方法 跟你心结在一起 清清楚楚以后呢 一直保持 能够这样的安定的觉受 就叫一心 这个时候是什么 心跟法有没有相应了 那这个状况怎么样 有没有依照这个方法 这个禅修方法 来对着我们的心 所以你知道熟悉观 对着什么 散乱 散乱什么 哦 东想西想 攀圆一大堆 乱到这下那个猿猴 在攀那个树枝 攀了一个 什么又攀了一个 那弄来到去 没有一刻安定 那用熟悉呢 来安定你的心 让你的鼻息的鼻头的呼吸进出 在呼气比较长的时候呢 你就要比较不容易控制到 因为吸气短短的 你要念一的时候 就想要控制这个呼吸 因为你怕树枝掉了 所以用吐气的方式 心里呢 去感受说很轻松 很自然的吐气的时候 心里感觉有个一 那你心就用这个数字来绑住 你那妄想纷飞的心 像猿猴在攀树枝那么乱呢 藉由树枝让它安定 那这安定你肯坚持下来 就有什么要 觉察说我现在有没有在 熟悉方法有没有跑掉 跑掉没关系 再回到树枝一 一直当新鲜人 一直肯让自己呢 从头照来都不嫌烦 不嫌累 因为这是佛陀教的 祖师大德也映证过的 在佛陀时代叫做二甘露门 熟悉门 不静观叫二甘露门 甘露就是什么 他们讲的就不实丹 也就是说对你生命真正有帮助的 叫做二甘露门 结果你用了熟悉的方法 老老实实的 一直从头来都不烦不累 就让自己有机会去相应他 原来助我鼻头 注意鼻头呼吸上的 吐气的自然的时候 第一口吐气的一 下一个吐气的二 刚开始一直跑 跑到数到三就不到坟 念头发飞到九下云外 一觉察又再回来 经过来来回回很多次的七 很多次的杖 慢慢降伏了 调伏了你的心 这时候不一样 调伏了这个心 你会跟法怎么相应 就心跟数字呢 已经融在一块 也就是没有数字了 连也没有这个心在用数字 这就叫心法相应 然后这时候会产现什么 觉知 还有什么 这个观察 去更维系的念头 然后产生喜跟乐到最后一心 你现在不懂 什么叫觉 什么叫观 什么叫喜 什么叫乐 什么叫一心 你会被 你没有经过这个禅修身心的变化 你不明白 真的你搞不懂他说什么 而且不说什么是其次 你相应的时候 你不知道怎么相应 就不知道怎么下手 那就觉得很烦 这个我不会的不要的 怎么样 没有用 你看 这问题都来了 所以我真的有体验 你说 这在说什么 就是我经历过 就是那样 那样 所以不是法辜负我们 也不是佛辜负我们 怕自己辜负自己 不肯给自己有机会 好好去印证 所以果如师傅说 你用任何方法 这时候正念 就是来观察 你心跟法有没有相应 心就说 在打妄想 阿法 我不理你 想到你 我在属席 然后不理他 正念又不叫 哎呀我家里的门槽没关 说台风要来 那怎么办 然后呢 数字又不见了 又再回来 这时候正念就被用上说 你来观察你用的这个方法 跟着心啊 是不是能够结合在一起 就不分彼此你我 就刚才我讲的定力 定力就明除了 能够用功的这个心 还有所使用的这个属席的方法 已经融在一块了 这叫做定力 那定力怎么呈现 绝 我数字清楚 掉了 回来 关 更维系的 连数字不存在 跟我的呼吸 跟我的心 在一起了 那进一步就会产生喜跟乐 那最后连数字这个心 通通分不出说 我在用这个 数据方法的这个心 觉知 或这个方 这个数字没有掉 或到数字都不见了 怎么样 这些通通没有念头生起 是自自然然的相应在一起 因为你没有去想这些 才会叫相应 这时候才叫做一心 一心就是说 你只有那个 在相应在一起 没有烦恼妄念咋想 也没有说 我现在刻意要起这个 把数字看得清楚 或把呼吸自然都没有 这时候的一心是什么 只要保持清楚明白的那个觉知 就叫一心 你这样听 你没有体验 你还说 什么叫保持清楚 这个觉知就叫一心 你体验你就知道在说什么 所以为什么根本禅定 就是说 有这个功德师 功德知 这每个部分 有这个部分的功德 第一个叫觉 我有没有在方法用上 所以那个 莫照禅日本说 我在打坐 这就觉了 你怎么会说 我在打坐身体在这里 心里在想 待会要去哪里做什么事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这哪有觉到你 就是觉觉知这个正念 你就没在方法上啊 有用吗 你心还是乱啊 很乱很乱很忙啊 忙到怎么样 很烦啊 很慌啊 不知道如何是好 所以才要用 禅修方法 禅修方法就是正念 到你没有说 我在用方法啊 你在用方法 怎么继续用下去呢 你能够相应到 心跟法相应 就根本禅定 有五个部分的叫知 就是部分的功德 让你在禅定真实受用到 我的心啊 可达到一心了 不仅没有妄念杂想 还有身心的和谐 身心的自在 还有产生那个舒适的感觉 你都真实体验到 所以正念就是观察这些啦 跑掉了再回来 所以我们在禅修当中 不讲很多的话 你回到你的方法上 是最安全有保障的 就是这样很简单 你们都 你们要体验说 我怎么都做不到 我腿又在痛啊 心里一直想 隐气怎么不达 不让我怎么按摩按摩 动一动 然后做了很久 这个法师怎么不带我动禅 或是金行 或是跑箱 或是叫我们瑜伽 或怎么样 在打坐当中正念都不见了 说你没有再用这个方法 跑到哪里去 都是起心动念的烦恼 为什么有个我 腿痛 心烦 然后法师有这个人 为什么方法不会带啊 你教的不好 你看 就就就 这个要你修行正念 你不在这个方法上去绝照的 叫做我的问题在这里有个我呀 这个打不破啊 就生死痛苦自己制造来的 然后通通要去怪别人 所以别人害你伤你 所以这里果的师父说 什么叫正念 时时刻刻就要观察你的心 跟运用的方法 有没有相应 相应就不分你跟我啦 而且牛奶放到咖啡里头 变成是什么 我们有个特殊的 就你弄我弄在一起的 就不叫成这个咖啡就变成什么拿铁啊 或是什么的成分有牛奶的 那个名称呢 就不叫咖啡 是咖啡另外一个工人跟他的 喝起来的感觉不一样 就给他名字拿铁 就不分彼此你我了啦 分不开了就叫相应 那这个过程怎么经过 你自己要下功夫 要持续不断 你才有办法克服你的腿痛等等 实际上 以大声来讲 有没有真实的腿痛存在啊 有没有真实的我要忍他 要去压抑他 于是做观察他 观察他整个变化 有没有实际存在 有一个是这个 实际存在就有一个地方说 痛真的都永远痛 都不改变都不改变 腿瘸了断了麻了 永远都是这样 没有 我发现我腿麻了 放下来拍一拍动一动 麻的感觉有很强烈 慢慢就一直消退消退 到后面我的脚轻松的走 哪有一个法真实存在 所以你就是没观察啊 他停留在说 好可怕啊 坐那么久 我不行了 所以有一个菩萨说 他报名的果罗师傅 带了这个禅羞说 法师 为什么辞职不报了 就因为我坐不住啊 你看有个我存在 那坐不住的情境 让他很害怕也存在 然后让他的腿 也真实存在的痛 不可改变 啊种种一切 你看 哪是说一切法 当下无我是清净 是解脱的 你都效应不到啦 所以从这里 大胜下手 你认为的痛 没有真实的痛 没有真实的痛存在 那这个没有痛的也不叫永远 是如此 而是你的心 要掌握到一切 当下是什么 缘起法 是一个如幻假象 所以你不要停留在那边 回到方法上 就是观看你的心 去面对这一切 就这里讲的 是不是 可知道呢 相应到说 你不能用到大胜说 当下清净 即是什么 你的对立的这个染污 没有真实的存在 所以只要藉由禅修 这个次第禅修法 把这个方法 心跟法 要不要相应 然后相应就说 我时时刻刻 有没有这个法 来对视我的身心 身心就是像这样子 要去着一个妄念 好烦啊 我不要 我用禅修方法把你压住 然后呢 我要让这个方法来处理 那就是个方便法门 当下你认为的染污 不清净 当下他就是清净 就是解脱的 是不饿的 大圣的书圣就在当下 接受他 处理他 不逃避 才能够真正的放下 原本就清净 解脱 还要你去怎么处理他 但是你现在相应不到 不得已才给你什么 见门禅 见智修法 说师父 果罗师父教我们 你时时刻刻有没有观察心跟法 再用心在方法上 那用到后面心会跟法相应 那也就是有没有依照这个法来对视我们身心 然后呢 时时刻刻正知说知道什么 当下我的心停在哪里 是对是错 知道下一步怎么修 这些看得懂吗 正念就不理你的方法 那正知就说你停留在这个修行方法 有个好境界不好的境界 产生的对错 知道这都要放下 这叫做正知 所以当你修行到心跟法相应 达到一心的时候 你认为一心的禅定功夫的境界 就要真实可得 这时候的正知没用上 不可得 所以这意思是什么 你不会停留在那里 你才有办法从初禅 进入到二禅到三禅到四禅 但是这个禅都定立 还不像诸法实相的禅 你们所说的是什么 定会均等 一切都原期法 那个原期法明白了 然后当体空 所以说智慧里面跟定力的呈现 所以让你不沾着在任何境界上 这时候 才叫做真正的正知 然后正知就是因为你正念都知道 你在处于当下的这个境界 也就是当下你要使用这个方法 那使用的方法面对的是什么 就像我们说活在当下的意思一样 你老是没有活在当下 你会懊悔说 我刚才为什么要说那个话 我刚才为什么这么这么做 你就没有正念 你一直把现在的当下你的你 你都把它抹杀掉 一直在想 我刚才那个为什么这样这样 或是说未来要下一刻怎么样 没有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意思就是正念 知道你面对什么人 站在什么地方 说什么话 心里什么状况 清清楚楚 所以清楚你就不会一直这么 缅怀过去的 或一直在追未来的 那个未来的 你没有把握 过去已经过去了 哪有存在 就要好好去观照当下 现在的你自己 有时候现在 这个就叫什么 禅修的方法 就让你有新的力量 说能够 活在你面对当下 你做什么事情 你在教书 你在工作 你在扫地 等等 就专心一意的 在当下所有的 面对的情境的 因缘里头 所以跑掉了 跑掉什么 我下一刻 待会去哪边 溜达一下 偷疯一下 放疯一下 这个知道 不理他 丢开 就回上 我扫地就清清楚楚 这个就是正念 正念谈到正定 好 正念达到你 你先不在那 已经活在当下 更要注意的是什么 更要去做的是什么 正知 当下的境界 也什么样 空极不可得 他听懂吗 说你在教书 你在扫地 你在修行 用程的禅修方法 正念就时时刻刻 我在使用这个方法 跑掉 没关系 再回来 从头一直来 一直来 你知道我 我心甘情愿 接受这个方法 你就要告诉自己 回到方法 就叫正念 就在你讲的 时时刻刻 知道 我在 说什么 做什么 但是呢 这时候只是 让你先安定 了不起 定力 但定力一退 一样 打出你的原型 所以一定要正知 就是智慧应用 现在的心 现在的境界 也是不可得 因为空极是无相 所以你达到了以后 通过生命的这个苦难 你已经不再被他限制 但是照这个限制 也是怎么样 没有限制可得 还有包括你的智慧 已经产生的功能 也不可得 这就对了 这时候你的真心才会显现 好 那我们再看 所以这时候 时时去观察心跟法 有没有相应 然后有没有依这个法 来对着我的身心 然后时刻正知 知道自己心停在那里 就住在那里 说好舒服 我还继续 错 没有什么舒服 或什么不舒服的 或叫做对跟错 通通要怎么样 怎么修怎么去改正 那才叫正知 你才会相应到的清净性 是无欲法可著作 无欲法可得 这才会相应到自己的清净性 或叫真心 所以说 你不著作在那里 所以六祖大师 才说无助为本 所以狗路师父说 知道当下我的心停在哪里 是对是错 知道下一步该怎么修 你就不会停留在对错 所以下一步怎么修 就是舍除你现在认为对错 这个分别心 不理他 不究竟 甚至是不对的 一切是无可分别的 一切是没有真实存在 是无相的 所以你理他干嘛 继续用功啊 那就对了 所以这个才叫做 我下一步要该怎么修 就是你有著作的心 你觉察到 远离他 放下他 这就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修 所以你进入到初才 哦 师父也讲到初才 随时随地清楚明白的知道 初才的功德下 我刚才讲五个功德之 对不对 觉知 觉就是粗糙的觉察 我现在 数字一直跑掉 那知道拉回来 然后官更为细的 现在数字清清楚楚的 但是也知道我自己妄念还是有升起 这个叫官 那官的更为细的时候 数字不伴随着这个妄念那么多了 到最后怎么样 你有坚持了一段时间的身心感受到 身体感受到喜之 心感受到乐之更为细的 而喜跟乐呢 你也不是贪难他 就是这里讲的 说正知是说 这个境界非究竟 都是无相假相的 所以你不会贪在喜跟乐的时候呢 把喜乐跟觉观 都已经什么 这个方法跟你的心都融在一块了 没有说我在用方法 有这个数字已经成片了 妄念不见了 或是有喜跟乐 全部都体验过 然后不著作在上面 那叫什么 一心 你自己去体验啊 真的是这样啊 所以说 你随时随地清楚明白 知道初禅的功德下 同时要告诉自己 不可以停留在这样的境界 应该再往二禅努力干 努力 我刚才是不是这么讲 所以这样 有这样的真正的认知 就是正知或叫做正知 那有很多人一坐下去 就有什么空掉 我刚才经过准备 没有 坐那一小时 好像五分钟 或一坛子这么快过去 身心有什么变化 有觉 有观 身产生的喜跟乐 达到跟方法相应 也没有这些的像了 有喜之觉之 通通不见了 工法完全跟你的心 不分 我在用的工的这个心 或用的禅修的方法属习 存在通通不存在了 这就叫一心 他说这些我都不知道 那这进入到什么 无忌 你的心没有这个观察的功能 那做到一万年 普遭做破的几百个也没用 五忌是参诚打造的最大的 这个错误的地方 最害怕犯这两种错误 一个是昏沉 一个就是无忌 昏沉就像睡死了 心都不知道在干嘛 无忌呢 你身体在那边做也舒服的享受 但是你让心没有去观察 说觉观跟喜乐跟一心怎么回事 通通不清不楚 所叫无忌 不清楚状态就是无忌 心所产生的这个变化 去做观察的功能 你没有去做 所以就不清不楚 所以师父在说明呢 呵斥很多人一做 下去心就空掉 那不对 那不是善修 纵使他算次第禅 都要具备正知正念的功夫 所以你掉入到前面的空掉的武器不叫善修 所以哪怕你现在是修次第禅 而不是修顿门禅 不管次第禅顿门禅 都已经具备基本的功夫是什么 正知跟正念 正知就相当于会的前面的因地的会 跟正念就是正定的前因就是正念 正会的前因就是正知 才会让你相应到本之具足的定会不二 所以这里师父教导我们用话头 要知道自己用的如何 就是指着正念 正念就是你在用话头清清楚楚 而不会说 我现在怎么状态不清不准 一问 没有啊 我念了 那个什么是五 什么是五 念到那个心安定了 然后觉得这样就好了 没有忘念着想 以为有一个安定的境界存在 错 所以呢 这里要知道自己念的话头是 话头就是诸法实相 实相就是让你不得怀疑 就不遗处 就是空极啊 但奈何你没有实际去相应到他 你认为不空啊 我有烦恼啊 我有障碍啊 我智慧不够啊 你当中就实际存在 结果佛法说 哪有障碍可得 哪有烦恼不变呢 哪有你的这个使用的 这个一切境界叫做真实不变呢 那这样子的话 那话头就代表法的实相 那实相就代表一切无相 就这样的状态 那你就要去以这个不遗处 就一切佛头讲的这个真理 或这个实相 但是你还没有相应他的时候 你就要继续去把心呢 在这个不遗处呢 一直要去明白他的时候 就是说自己要亲自相应 这时候你呢 就要告诉自己在这个方法上 要继续这么去用功 就知道自己用的如何 如果身心有没有全部投入到话头里面 而去领受这个话头 对自己的身心产生很多的变化 你会经过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都有 你不会到在前面说都空空如也不知道 不会 话头就是让你产生移情 去移不移的地方 移到后面全部都丢损你的妄念觉知的时候 当下不移处也就是什么 耳空远通章的什么 生灭灭矣 极灭现前 极灭现前就这里话头移情的不移处 就是真相 实相 真理 就不移处 或就叫极灭 不移处就是极灭一切法空极 就会真正能去印证到他 就叫现前 所以用话头要知道自己用的如何 现在什么状况 你说我念什么是五 一直用念没有产生 对 五就是标准答案 那为什么相应不到 我认为一切是有 有痛苦 有障碍 那为什么佛头说五 所以你就用这个五是标准答案 你还没有相应就叫移情 去移到这个不移的时候就是真心现前 所以这时候说 我没往这个方面去投入啊 还是有种生心 好累哦 你用你闭得很紧 头很脏 胸很闷 那是你用错了 是要申请想要知道说 对不移就是标准答案 就是无 就是无相 就是极灭 那你用要真的是说 用这个方法 你相信佛所教的 所证的 然后祖师大德 亲自去体验到的 我呢 也要经过这样去努力 所以不怕辛苦 我怎么都把话头生不起来 或话头掉的等等一切 所以要知道自己的生性状况如何 而且重要知道 有没有全部投入大话头 不怕辛苦 不怕那个这个贪生怕死 这个臭皮囊 所以呢 要去领受这个话头 对自己的身心产生什么变化 如果落在身心相中 就要注意哦 就要远离 对身心相的执着跟受用 所以这时候用幻智 因为一切法没有真实存在 那也没有一个智慧的真实的作用 所以叫幻智来起幻法以后 幻智幻法就在说我们的话头了 就幻法就这个话头 那话头就代表诸好实相 我们明白了 这个佛多讲的实相 我们就叫幻智 那因为你本质具足的 那你现在相应不到这个不移处 所以要起这个幻智来修这个幻法呀 那知道怎么去用功 就知道一切都幻的 我还有什么幻的幻是说 法师我的疫情掉了怎么办 怎么办 就捡起来就好了 有什么怎么办 所以以幻智起幻法以后 知道怎么再用功 步步不停留 所以掉了怎么样 你认为有正式掉 再提起来 再续续感受疫情啊 就是最标准答案 你还没相应啊 没相应的状况 就叫疫情啊 对啊 就是如此啊 那是什么呢 你的什么想要明白的心 而取代了所有的妄念 分别计较 那你完全在这个不知道的疫情里头 而确实想要去呢 去明白它 所以相信佛多所讲所修所证的是真实的 这是前面是这么想而带起疫情以后 以后这些文字语言的想法通通念头都不存在哦 只存留那一份不明白的一个觉知而已哦 所以这个觉知就前面跟前面的觉知一样 清清楚楚 我在疫情里面 只是那个疫情还没有打破 就像闷呼噜没有被打破一样 或叫黑漆桶 你还不明白的状态 就叫疫情 就像那个黑漆桶 但是黑漆桶对你有用 对你有什么用 妄念杂想 渗不进来 透不进去 它叫黑漆桶 那你这个黑漆桶是产生智慧的造用 对 就是无效 就是空极 但是你没有相应啊 还没有突破 说好像就被困住在那 用疫情 困住你的妄想杂念 在黑漆桶里头 让妄想杂念 没有办法心佛作浪 你要做到什么 针插不进 水泼不入 那样的扎实的功夫 就疫情笼罩你全部的身心 所以你在吃饭 在走路 在所有一切工作当中 都是感受那一份的疫情 说对呀 对 这是我用表达 那时候你已经没有这些 就是无啊 为什么是无啊 这是前面的阶段 到后面只是保持那一份 你啊 确实是 要明白 这一份的这个真相实相 就是无啊 那时候就 存留着一份的觉知而已 这些文字语言通都不存在了 就刚才熟悉法一样 心越来越细了 就知道 到底是什么 这样子 所以这里说 你要远离身心 向着执着与受用 所以以患自起患法以后 知道怎么再去用功 所以步步不停留 而步步又怎么样 都清楚绝照 那主事禅也是如此 时刻 保持真正的智慧观照 知道诸法空极 知道诸法因缘的当下 又如是的假 所以这些都清楚 才叫禅修 否则 只要一远离自己的清净心 或一失掉智慧的观照 那当下就做什么 旺心分别而做生死的流转了 那生死的流转就是四地流步 就四地呢 就四属地的 这些种种的假象 你把它当作真实的存在 那叫做四地差别像 你错误在它 你认为它实有 那认为实有的话 那就是生死流转不停了 所以真的 这每句话都是在醍醐灌顶 当头棒喝 我们的盲修瞎炼 远离的方法 然后呢 若不远离 时刻在方法用上 你要帮到实有著作在那里 那都不叫做真实的禅修 也谈不上什么四地禅 更不要谈到如来禅 或者什么祖师禅 所以这里六祖大师说 甚至是 未离相即禅 有没有刚才不是讲这样 内不乱即定 所以未禅内定 事为禅定 那菩萨皆经谈到说 戒 它本性 什么源自清清 因为什么空极固 无相 戒相是无相的 然后那个戒性 也是什么空极的 所以说 师父就跟我讲 外能够离开一切相的执着分分别 那就是禅 那如何做到 这是很实在的 如何做到外离相 那就是什么 常常说智慧观照 观照什么 心经讲 照见五蕴皆空 不管是三个大地 不管是你的身体 乃是有情世的这个心理的层面 都是空极 都是无相 那你知道的 色就是空 空就是色 那就是禅 这时候是智慧的妙用 那这里谈到是 看到外面的一切 都是什么 没有真实存在 所以你不会黏直在上面 所以是离相的 那为什么内心能够不乱呢 因为心本来就清净 本质如如不受染污的 因为本来空极啊 所以叫内不乱 所以这个内不乱的 这个本体的空极 跟外观照一切的 是五蕴皆空的 就是智慧妙用 那这样内跟外呢 注意都是假明啊 所以你不要认为说 有一个真实的外离相 叫做禅实际存在 内不乱的叫做定 有一个定境的存在 错误 都是假明 所以 这里谷如师父告诉我们 陆主大师要教我们的 不要认为说 有一个真的有 内外的分别的对立 不对 这就很重要的智慧 所以你自己读 你看 外离相就禅了 对 那你会把外离相说 不要去看他 要跟他保持距离 你就害怕他 为什么 有一个法 跟你都不是 那这里就教我们 为什么 能够外离相 就要用智慧观照 一切皆空啊 所以你怎么害怕看他 不敢接触他 错 那个是小圣的修法 大圣的采法 当下你认为的染污 即是亲近 而亲近跟染污不二 就是一体两面 所以你不要在那边说 我要保持距离说 要眼观鼻鼻观心 道貌黯然等等 就像柳夏慧一样 坐怀不乱 通通在向上修行 不是真正的佛法修行 所以这里好重要 你今天读到这些 都指回票价了 所以内外子的眼耳 彼此生意的 对外观照的时候 内外子就是有眼 内部的眼 对外面的观照这些境界 其实上是什么 若著着在内在法层的一个念头 内在法层什么 你以前所看到所听到 就前五世 看到竟产生的这个认知 叫前五世 那已经落泄了 只留下影子 结果你怎么样 你要去攀缘 内在往生 以前那个人对我多好 怎么一段时间 我有没有对他怎么样 怎么如此 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对我如此的 这么一个残害 都已经过去很久了 你的心 留了这个 好恶错误的妄念 颠倒 种到种子下去 它陷起了 就著着在 内在法层的一个念头上 那这时候也叫内外 为什么 这个外以前你碰到过 早就不存在 但是你要怎么样 著着它 然后时不时就 陷起让你感受到 好哀伤 人生很不如意 那时候我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我干嘛要帮助他 那导致他 对我这样子 你看 是不是好辛苦 自己做件 伤害自己都不自知 所以著着在一个观念 认知上 都是离开禅定的 所以对外 你对人 处理事 或面对事物的状态时候 你就无法的 就失去的正念正知 所以这时候呢 你能够正确用方法 所以你对外应人 应事应物的时候 内 常在绝照 知道自己的心本质极极 绝照什么 心本质极极 你如如不动 那就是离定了 那你如如不动 对外面的境界 你也没什么 认为好坏的 真实的差别 就不会产生了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好我们再继续看 所以 当我们 在把禅法应用上 可实际产生 我们的身口一三叶呢 能够做到对外应人 应事应物之时呢 我们的意业 藏在绝照 绝照说自己的心本质极极 如如不动 那么就是离定了 所以你的意业 这样观照 如如不动 本质空极 所以你的身业 去应人应事 应物的时候 才不会乱 什么叫乱 就是迷惑 认为他真实存在 这个人真实对不好 这个事物啊 真实呢 忌守 然后这个世间的一切啊 哎呀 真实的好啊 或真实的可怕 这物什么 哇这景色真美啊 那你就当作实在 你每天就流连忘返了 忘了你的责任啊 你是做爸爸的 你是做妈妈的 你流连忘返在外面你摊的东西 那家里弃之不顾啊 那就不对了 所以你知道心 疾空疾不动 所以你对在 应人应事异物 就不会随着自己的认知 说觉得说 真好或真不好 就不会 那这时候呢 心对外面的不乱 而处理的这么恰如其分的 那就是什么 这时候就禅定 所以这里举出 菩萨戒经中许多的戒 都在戒向上规范 像实众有四十八经戒 有一条就说 拿酒给他人喝 会造成五百世没有守的果报 好可怕 以前不懂 会是个 啊 酒只是拿给别人哦 他有喝没喝 还是后面的状态 我不知道 光是我拿酒给他的时候 我就五百世以后都没守哦 哇 吓死了 所以不敢去碰酒 那万一家里开早货店了 那不敢卖酒 为什么他就不敢去帮忙开店了 或者是自己不喝酒 却要呢 烹煮 你自己不喝 但是要煮给家人啊 烹煮掺杂那个什么叫米酒啊 像那个什么烧酒机啊 有没有 那个 坐月子时需要这个料理啊 而当做饮酒 这个里面的 这个的成分 不管那个汤更好喝 或产生的一种 另外一种功效 而结果呢 你是受菩萨戒的啊 因为你碰这个酒五百世没守啊 所以说 你认为这样子的话 就错误的认知 因为戒的本性 本来意义都是亲近的 所以你就不要以为说 啊 戒说不能够去碰酒 拿给别人 就五百世 就没守了 而你是误解的 这个戒本性是亲近的 而是说你不会被这个酒给怎么样捆绑住 说一天不沾上一滴呢 哎呀你浑身痒浑身不自在啊 不知道如何是好啊 所以戒的本性是让你的心本来就亲近 没有任何依法可以困住你 是解脱的 所以你误解的戒的本性 本来的意义是亲近的 所以你说 哎哟我不能为家人煮啊 我开着我店也不能拿酒卖给别人啊 啊 我怎么样怎样的啊 所以说你说 你说不要以为那样做 就叫犯过失哦 你看国徒师傅讲得多清楚啊 回到戒的本性是亲近的 是空急的 你也不是故意的说卖酒 哎你赶快多喝酒 让你乱性啊 然后呢 你可能可以敲诈他一笔啊 或什么乱性起这个什么 这个色结等等 你不是啊 你开着我店就是卖人家有需要卖给他 你也不故意说 你喝得醉醺醺呢 去做坏事 你也没有陷阱这么想啊 你煮这个东西给家人吃啊 家人吃得很欢喜 觉得呢 过了这个什么 打这个牙剂很过瘾啊 哎你看他们生活上的舒适 烦恼也少了 你做也是 不是故意说家人啊 来多喝酒怎么样 也不是啊 所以你不要这样 就犯过失了 你看啊 然后又 国徒师傅又举例说 人命不是很珍贵吗 那佛陀为什么要舍身为虎啊 这个是我们凡夫心的心在做分别 菩萨他们心只看到 当下这个因缘应该怎么做 他就去做 他有没有说我这个身体啊 还有那只老虎啊 菩萨看到那个因缘怎么做 他就怎么去做 啊 不会停留在哪里 凡夫的是非好坏得是上 对了 所以这个智慧的没有用在这里啊 所以在一切诸法当下 当以何方式进行才是最对呢 那你就选择那样做 而且这个 并非违背 并非逆情 背信不珍惜 一切都顺着因缘 说你这么做不是说那个逆情啊 说我这个身体宝贵 我拿去来给老虎吃啊 背着你这个一般人的想法的这个 这个性质或是这个心性 而不是 一切都是顺着因缘 智慧才知道这个因缘 但是要怎么做才叫最对 那这里师父又怕我们误解说 有时候我们听到随顺就觉得很消极啊 并不是的啊 佛法是积极的啊 所谓的佛法讲的随顺是什么 注意 重点 是要我们不执着相 别老是想着要怎么样的成就 或者发大愿什么度众生等等 因为内心里面包藏着贪求贪然的我相了 所以所谓的随顺是什么 是不执着任何相 就不执着有个我在为众生做什么 或我要呢成就呢 众生呢能够离苦得乐 没有这样的贪求贪然 那当下这才叫做是随顺 那你这样不算是真正成就菩提大业 如果你认为说啊 我要有什么怎么作为等等 师父说你这样顶多是什么 结一个人缘啊 培养个人天福报啊 佛法不是真正的这样啊 你的清净心啊 所相应你的本质具足的功德啊 是无我相无人相 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一切是清净 一切是空几 一切是如如的 那再举出传者和尚啊 他一辈子就接淫一个人哦 他自己自己知道 画师的福报因缘不具足 所以他做一个船夫耶 每天就从这个金口当中 接上船 然后到达那个要上岸的那一 那一边呢 每天老老实实本分的去做 但是他也认为说啊 我已经开悟的人 怎么去做一个船夫啊 是不是很不值得 因为相应的无我 没有个船夫的身份可得 也没有让他帮助的这些免费 帮他们接寄到那个 船运到任何一个地方去 所有这样一个真实的过程 或一个众生呢 得到他的帮助 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这样的念头 所以他一辈子只接淫一个人 他没有任何的亏欠遗憾 他度了度生的事业 就在度一个人的时候 就已经圆满了 说没有这个祝山啊 啊 法席呢 宏开啊 有多 当下有几千号的人在听啊 穿着和尚 他一辈子只接淫一个人 就是他请另外一个师兄 帮他推荐一个传承他的法的人 所以叫做度一辈子只接淫一个人 你在这个 马头啊 码头啊 渡口怎么会只有一个人呢 意思是说能够传承他法的人 哪怕是为了一个人 他都没有认为有什么亏欠遗憾 因为当下就圆满 每一个法都当下陷起都是圆满 没有任何的缺憾 然后这个法当下又再变另外一个法 所以呢 瞬息万变 所以没有一个究竟的法的像实际存在 因为他的体主体都不断在变化 因为是空脊部才在不断变化 那这不断变化你在像上 你不要认为这个像就是了 实际像跟他的性空脊性是 一样的 是不二的 就因为空性才能够展现千叉万别的像 而千叉万别的像就在显出 每个法的性质就是空性 那因为空性才能够有因缘的甲合合 而有这么千叉万别的像 所以叫做什么 色空不二 心经讲 色即是空 而且是空即是色 叫做不二 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 这里说 我们不要被这个戒相 吓跑了 佛神认为杀生 杀人是过失 但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看 该杀的人 仁直刀杀 不受戒律影响 为什么 为了让更多的众生 离苦得乐 菩萨自己说 我来担罪业 我入地狱 地藏王菩萨说 我不入地狱 我施不成佛 众生没有度尽的地狱 我施不成佛 一样的道理 那菩萨即使知道杀人 一定要受苦 苦抱 但也照样决定受苦苦 所以你看提波达多 在这个释迦佛 在这个法华经 有一瓶叫提波达多瓶 他说是提波达多瓶 来成就他武上菩提 很感恩 但是你看到我们说 提波达多是破佛升学 是破合合身团 想要取代佛陀在升坛的 这样一个领导的地位 你知道这个是怎么样 提波达多以菩萨视线的 所以呢 菩提达多造作逆罪 因为提波达多的种种障碍 更显出佛的人格 及教后的不可思议 所以我们遇到这样逆 而且是变成真上你的 助到的这个菩提道的这个圆 是助圆的 是真上圆的 所以让我们呢 深感佛陀的伟大 而佛华经呢 中里头呢 经文中说佛陀还赞叹 提波达多是真正的菩萨 就因为提波达多 生生世世以来呢 与呢 释迦佛来做这样的逆 而真上圆的 所以呢 佛陀呢 才能够这么快速成就菩提果 菩提果就是佛果 觉悟一切法真正平等 佛 众生 还有每个人的心 三无差别 那佛陀派阿难到地狱去探望 这里就要讲说 为什么呢 提波达多是佛陀要感恩 因为让他快速成就菩提果 所以佛陀就说 他派阿难到地狱去探望提波达多 阿难问 佛陀在地狱中 可忍受佛呀 阿难就是代表佛陀去探望他的这些师兄 他的师兄 哇 地狱的苦这么痛苦 你忍受得了吗 提波达多言 我虽在地狱中 他说又令阿难再去传达他的讯息来问提波达多 那佛就说提波达多佛啊 你还求出佛 你还要想出来吗 那云就指提波达多说 待世尊也入了地狱 我就出去 哇 你看 所以世尊会到地狱吗 也就是没有入 那提波达多有出吗 所以法的实相的空极叫做不来不去 不生不灭的意思一样 来展现法的真清净是极灭空极 没有所谓的出跟入的对立差别的存在 所以这两个师徒之间在表演 给我们看法的无声大法的真意 真实意 说耳还耳环求出佛 待世尊入地狱我即出 那这是在禅宗 禅宗中呢 又是另外一层的表达的意涵 也说诸法哪有佛跟罪人 你看 那还有来有入的对立吗 出出是什么 都是在平等的一真法界中 没有来去这些差别像可得 所以提波达多不入 佛陀也不进 提波达多不出 佛陀也不入 那叫做真平等 意思就是这样 那再看六祖大师说 善知识 你念念中 要自见 真实体验 真实的相应 本性是清净 要自度 就是要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佛陀 历代祖师大德 只是你的助缘 只是你的占用的拐杖 并非你真实的腿 你不要靠着这些抓着不放 我有佛陀 给我靠 就像我师父常骂我 常依靠 依赖说 有师父给你顶 顶着一片天 所以你不用烦 有没有吃啊 有没有穿啊 有没有什么的问题 你不能这样 而要怎么样 自修自行自成佛道 所以六祖大师教我们 这个都很重要 活用 法 真实的法就叫佛法 而来让你的生命 开发更大的格局 什么 一切 都能动心明白 善用这些假象 来运发很多的资粮 来真实的利益到世间 成为一个净土啊 所以以后你成佛 就是有你的佛国净土啊 他叫真实的成就的佛 那个叫菩提果 或叫佛国 你真实的受用你的净土 才叫什么 涅槃热啊 涅槃安乐啊 所以这里说 果罗师傅解释六祖大师 说的这一段什么意思啊 他说念念之中很重要 也就是念念之中是什么 连一刹那那么短的时间 都不可以离开清静心 也就是不离开你的智慧妙用 妙用什么 一切法都是空极 一切法都是平等 那一离开说 有个真实的我啊 真实的对方啊 那就离开你的清静心了 就没有智慧妙用 那变成怎么样 生死流转了 所以不离开 你的清静心 就不离开智慧观察 你当下你当下的精静 就是诸佛境界的显现 什么叫诸佛境界的显现 当下你满眼都是圣人 满眼都是佛 都是菩萨 每一个环境里面的这些物啊 桌子椅子 这些零零种种的物品啊 都是那么的庄严 你心没有差别啊 你都很欢喜去去面对他 处理他 也不著作的欢喜才是哦 所以这才叫诸佛境界 你诸佛境界说 哦 要什么那个神通啊 要什么放光斗定 又要怎么样怎么样啊 你都是在这个文字上 当你真正进入到定会 不饿自己生命的这些功德显发出来 你就知道什么叫诸佛境界 没有诸佛境界的神秘 奥妙不可攀 然后凡夫的这一切的 能够吃饭 能够听法 能够起床 能够知道睡 能够做什么事 也是诸佛境界的显现 因为没有认为 佛跟众生的对立差别 一切法都如如 都是清净的 都是极灭的 因此 那么这一切皆是 不离开诸佛的真实受用 只要你那个清净心 产生本有的智慧的妙用 知道一切是极灭 元其法 如幻的假象 你就不著作 也不乱分别 当下就没有颠倒 没有颠倒 你生命就真实的受用 真实的自在 真实的圆满 所以果罗师傅说 禅 一点都不困难 因为就在念念之中 相应到真正的法 那真正的法是什么 师傅在讲 你刚才我讲 什么叫诸佛境界 你看我们的师傅 就马上做说明 什么叫诸佛境界 刚才长征讲的 有没有福州 有没有下班 你看果罗师傅怎么说 各位现在有没有呼吸困难 没有对不对 那没有就是正常 清净心就是什么 诸佛的正常相 也就叫真实相 如果觉得有氧气存在 那就是有佛的境界要去成就 那就掉在凡夫了 所以我说你会吃饭 你会睡觉 你会做任何事情 就是诸佛境界了 就是那个什么 正常的相啊 你尿急的会往厕所去啊 也没有人可以替代人的料理 你说我替你撒一泡料 你还是什么 膀胱的脏死了 还是自己要去处理啊 所以这就是很正常的相啊 就是所谓诸佛境界的显现啊 那这个意思就是 不离开诸佛的究竟实相 没有认为有一个高尚的法 你要追逐 有一个可怜的这个凡夫要去除 那就错了 凡夫跟佛都是什么 不可得 都是空极的 这才叫做智慧的妙用 所以这里就谈到 不离开诸法的究竟实相 没有所谓的贪求取卓 保持无所得 重点无所得 心经说以无所得故 有没有 无智亦无得 而且以无所得故 就这里讲的 保持无所得 心就是无心可修 没有我这个人 能够修的这个智慧啊 这个心产生智慧啊 这个心叫可得 叫存在 错 所以这样的没有这样的 这样的执着有个心可修 或有这个我 可做任何的这个证悟 没有这样能够叫清静心啊 就叫真心啊 因此 以这样清静心 或叫真心 产生的这个智慧观照呢 时时刻刻就知道一切诸法 都是清静心的显现 所以你做完课意思说 万法为心照 有没有 万法为事变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那也就是没有什么境界可以障害我们啊 你的心能够转念转化一切清静平的 那个像所显现你看到 这个桌子椅子整齐干净 每个人呢 像王阳明说 满眼看去都是圣人 我们佛法说满眼都是佛啊 满眼都是菩萨 所以你只是知道有如是的像 这是什么 都是圣灭因缘像 所以好坏 你都不会停留在上面 而你心所呈现一切的美好呢 就像诸佛菩萨的境界 没有处处可注着可贪取的 所以一切因缘怎么样 各得其所各安其位 你看哦 你做老师做学生的 做爸妈的 做人家公婆 做人家的一切的这个角色 你都呢 尽其在这上面做 那做有没有说 做好做坏 永远都是如此 没有 一切都是无相 所以这里 果尔师父就举述儒家 孔子所说的 老者安之 朋友要信之 少者要怀之 老者呢 你要去安抚他们 安定他们 要成省订婚 成婚定省 而来请安问法 就是安之啊 像年纪老的 就觉得很孤寂 身体的病痛 没人理他 他就像会找一个人 坐在你旁边 看着你讲话 然后想跟你对应 他觉得 嗯 我们现在的年轻人说 我在刷 刷我的存在感 而我们要怎么样 你知道一切是 无相假相 你还是怎么样 对老者要去安抚他们的心啊 要成问定型 哎呀 今天一切安好佛呀 佛法更是说 哎呀你的生命啊 是真实的这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变化 但是没有真实的变化可得 当下的生命就是不生不灭啊 你要如此去观照他 而才叫真实接受他 而不会什么埋怨 或逃避啊 那对于朋友 你就要信任他 不要怀疑这个朋友 是不是要来害我 我会得到 我捞到什么油水啊 你要这么想 你没有真跟成的心 那朋友就永远没有办法细水长流了 那少者对年轻者 你要是什么 关怀他 让他有一种安全感 让他愿意呢 边做边学错误当中 而才得以成长 而错误呢 变成他能逆的真上缘 就刚才讲提伯达都 对我们释迦佛是什么 逆的 是忤逆他伤害他 去成就的佛同的成就 无上佛果啊 在这个撒泊世间成为 释迦牟尼佛啊 是我们撒泊世间的根本老师 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 所以是真上缘哦 那这样的话 就是这样的境界 各安其所 各得其乐 那这样才叫真正解脱的境界 而法当下就解脱 而是我们自己绑自己 然后就说哎呀我好辛苦了 活得好累啊 都是别人的 这个世间不公平啊 怎么样啊 所以这个意思就 真正的解脱 当下 一般的人认为说 有一个真实的像 产生了不公平 或是伤害 你就绑在这里了 自己就苦不完啦 实际上什么 当下这些困顿的境 就是什么解脱的境 所以果路师父说 不是你离开了这个 你讨厌的境界以后 去寻找另外一个别脱的 别有的解脱 错 当下 红尘大染缸 当下即清净 所谓清净 你心如如不动 面对外面的变化下 你要什么 各安其所 各得其乐 以儒家讲 老者安之 朋友性之 少者怀之 那你何处 不会觉得人生有什么 什么 空虚啊 怨记啊 要逃离不满 都不会了 你会安然的去 佛法讲的智慧 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在真正的方向 这才就是 解脱 就在当下的生死里面 去成就 放下这错误的颠倒 那这个认知的颠倒不存在 当下就是解脱了 不是另外再找一个 什么解脱的境界啊 好那我们 在后面的课程才谈到 六祖大师前面讲 所谓的别品的作禅 你们的个别的说明 都非常的重要 都引导你 在修行当中 才能够正确的相应到 自己本质具足的这个清净心啊 是什么 如如不动即灭的 才能够硬万变而不变 硬万变 种种牵扎万别的相 知道这些都是呢 极灭的 没有真实的性跟体 跟相或作用的存在啊 所以 下次就谈到那个 六祖谈经禅学的基本教材啊 那因为 5月20号跟27 要跟大家请教啊 因为20号 遇到我们这个有两位行者要出家 所以我作为阿瑟迪要给他们做一些 症案的 这样方面的一种 引导来应证他们是 可以适当如法的来出家啊 那另一方面为他们剃除虚法啊 所以晚上要跟 下礼拜六要跟大家请假 那下下礼拜六呢 遇到呢 是里头要举办念佛禅恶啊 因为是实体有过夜的 所以我也没办法来啊 不好意思 连续请两个礼拜的假啊 啊你们自己听到的以后呢 可以上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呢 回放的这个录影啊 乃是呢 可以跟基金会或主事禅宁的申请 这本六祖谈经实会的第四册 现在已经讲到第几页 那个金凯你那第几页 现在已经到这一本第四册的399页 已经快快圆满第四册 要往第五册 多去讯息国律师傅教导 我们正正确的观念 政治建就佛都引导我们一切法 当体空极 所以空极故事清净平等 而且是解脱的啊 那运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的见闻觉知 应人应事应物都如此去观看 是清净是平等的 如此才能让我们的清净心 产生真实的这个作用 就刚才各得其位各安其所的道理一样 好 那这样知道了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进度 上报 四重恩 下祭三图苦 若有见闻者 吸发菩提心 见此以保身 统生极乐国 礼佛三问训一问训 再问训 三问训 感恩师长教导问训 也谢谢大家发心用功精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2 1